这个女人穿到了一本由十个人共同完成的狗血小说中 这本书中有十个英俊帅气却各不相同的男主 和一个极致十名男子宠爱于一身的女主 然而他却穿越到了一个毫无存在胆的路人甲身上 但这样并不能打倒他 因为他知道这本小说里的一切 他已经开始幻想着用他知道的消息 过上前是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幸福生活 可惜想象是美好的 而现实却是残酷的 身为平民的他很难有出头的机会 一天他正在饭店中工作 他的朋友普利带着几个陌生人找上了他 眼前的男人眼神冰冷地看着他 询问他是不是戴希海地 然而还没等戴希想好怎么说 普利这个猪队友已经大哭着说戴希我对不起你 一下子帮助对方确认了身份 他们是亨斯顿公爵府上的人 要带戴希去接受审判 他们强行把戴希抬走 粗暴地把他扔上了马车 而普利还在没心没肺地让戴希帮他问问 公爵的府上还却不缺人手 戴希决定下次见面一定要干掉这个坑户 小说中的亨斯顿公爵拥有着完美的容颜 有掌握所有人生死的地位 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出场过 这位公爵正是小说中女主角的父亲 戴希被带到了公爵面前 看着跟皇宫一样华丽的房间 戴希吓得一下子跪了下去 公爵居高临下地问着戴希的基本资料 在戴希老师回答后突然问道 你是否在码头附近的摄诺西餐厅里工作过 戴希老师回答 现在也在那里干活 然而霸道公爵却冷酷地说 不 今后不是了 因为你刚刚被炒鱿鱼了 戴希听到这个消息惊恶地抬起了头 却看见了公爵英俊的样貌 嘴角都不自觉地留下了几滴晶莹液体 不自觉地用袖子擦了擦 眼睛都不舍地眨一下 这时 公爵掏出了一条项链扔到了地上 你认识这个东西吗 你那个愚蠢的朋友把它卖给了珠宝店 店主担心这是个脏物 所以举报了他 你应该知道买卖脏物是多么严重的罪名吧 我绝不容许任何一只老鼠在我的营业场乱窜 那小子说给他这东西的人是你 说着就站起身一脚把项链踩碎 质问道 这个项链是从哪里弄到的 戴希在公爵的脚下被吓得瑟瑟发抖 回忆起了事情经过 普利是戴希穿越到这个世界交道的第一个朋友 在见到亨斯顿公爵之前的一天 普利可怜兮兮地找上了戴希 戴希问普利发生了什么 普利一个愉悦扑向了戴希 戴希用脚阻止了普利的前景 保持距离 有话快说 普利可怜地说道 家里的房子要被拍卖了 手里没钱又搬不了家 我的妈妈又生病了 急需一笔钱治病 戴希已首付额 我也不知道上哪给你弄钱去 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 普利却叨叨不休地跟戴希卖起惨来 还大哭起来 戴希被普利磨得没有办法 叹了口气 交给普利一个小箱子 里边正是公爵扔到地上的项链 普利开心地要跟戴希抱抱 被戴希嫌弃的一把推开 戴希跟普利郑重地交代 我就帮你这么一次 你跟我这种穷人 拿着这种东西出去 一定会被当成脏物的 所以就算吃一点亏 也不能拿到珠宝店去买 结果普利满口答应了下来 结果回头就去了珠宝店 公爵听完对戴希道 他说 自己想给女朋友买辆马车 着急用钱 这个答案顿时让戴希气的蹊跷省念 公爵淡淡地表示 这个小事不重要 还是交代一下项链哪里来的吧 我在一个拍卖会上 用自己的积蓄买来 绝对不是用什么 见不得人的手段得到的 公爵疑惑到拍卖 便查起了档案 发现这条项链的主人刚过世不久 处理过世人物品的拍卖会 只有极少数的亲友知道 戴希这种毫无关联的人 偶然地参加并买下了这条项链 很难让人信服 戴希暗暗想到 这本书中的没有我不知道的事 但是却无法说出口 公爵有些不耐烦了 要将戴希送去审判 戴希决定豁出去 要把他知道的都说给公爵听 公爵对他的表现很满意 然而戴希说出奇怪的话 让公爵呆住 戴希下了必死的决心 为了让公爵相信他说的话 他将一些连公爵自己都忘记了的秘密 都说了出来 一直说到了太阳落山 公爵算是相信了他 就在戴希松了一口气时 公爵却突然问到 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 戴希冷汗直冒地道 公爵千金全身心 在南瓜田打滚的理由 公爵很是疑惑 我女儿没有理由会去农田附近啊 戴希羞耻地想着 如果标题不这么起 怎么吸引读者啊 虽然这是我起的名字 但还是觉得好羞耻 没错 这本书就是我写的 我居然穿越到了自己写的小说中 这个小说由戴希和其他九个女人 共同完成 这本书包含了十个人各自的幻想 十个男主承载着每个作家 心中毫无保留的邪恶取向 每个人都疯狂地写出了自己的欲望 戴希跟公爵交代了这本小说的全部 就在戴希还在伤感自己 上一世不幸的离世时 公爵突然问戴希 她的女儿是主角吗 戴希小心地说是的 公爵很是自豪 我女儿是主角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然而公爵画风一转问戴希 颓废小说是什么意思 戴希想到小说中 公爵女儿荒唐的故事情节 再看着公爵一脸期待的样子 决定不能说实话 勉强地解释到颓废文 就是很疲惫很衰弱的意思 公爵顿时严肃了起来说道 那就不是什么幸福的内容了 戴希慌忙地道歉 公爵却好奇起男主角是谁了 戴希呆呆地问公爵 你是说小姐遇到的男主角了吗 公爵听到了重点 阴冷地问男主们 戴希磕磕绊绊地回答有十个人 公爵惊地站了起来 嘀咕到接近我女儿不说 还要让她做颓废的牺牲娘 公爵冷酷地决定 要把这十个男主全部干掉 戴希看着冷酷的公爵 小心翼翼地说道 这都是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 要不您利用我吧 让我来保护女主角 既然我是作者 那我就能改变未来 公爵转头看向戴希说 你来保护飞埃洛塔 我可以创造出原著中没有的内容 让小姐见不到那些人 公爵问戴希如果失败了吗 戴希自信地表示 愿意付出生命的戴希 然而公爵却不需要戴希的狗命 就在这时仆人近来提醒 已经过了时间 公爵低声道为了这件小事 居然忘了要见飞埃洛塔 戴希对于公爵的脑回路 表示十分惊怠 公爵突然问戴希 你刚才说能保护我女儿是吗 戴希一脸期待说当然可以 公爵决定带她去见见飞埃洛塔 虽然公爵对戴希能力有些质疑 但还是给了她一次机会 公爵把手递给了戴希 就在戴希羞涩地把手伸过去时 公爵猛地一拽并急到 赶紧起来都要迟到了 然而戴希因为长时间的跪地 导致腿麻摔倒 公爵却想着是不是原著作家 不能和主角见面 慌忙地跑去看自己的女儿 戴希跟着公爵到了飞埃洛塔的房间 公爵在进门之前跟戴希说 我会跟他介绍你是新来的保姆候选人 但是不是要不拥你 还要看他女儿的意愿 说完就一脸开心地走了进去 轻力地抱着她的女儿 这时戴希也看到了女主角的样子 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小孩子 跟想象中的女主角完全不同 戴希看着小飞埃那像玩偶一样的蓬蓬头 伸出手想要去摸一摸 但是为了保住工作强行制止了自己 她尝试着跟小飞埃打了个招呼 结果小飞埃害羞地藏进了公爵怀里 公爵看了一眼戴希 那眼神中仿佛在说 就凭你也想亲近我的女儿 然而公爵不知道的是 戴希对小飞埃的角色设定是相当上行的 小飞埃喜欢甜的绿色的还有青蛙 只见戴希拿出了一颗绿色青蛙糖 就邀请到了小飞埃和她一起参加茶话会 茶话会上戴希给小飞埃 投味着各种她喜欢的糖果 然而公爵却借口要吃饭了 想要结束这场茶话会 只见戴希拿出了一个小南瓜糖 递给了小飞埃 因为设定中南瓜甜 是飞埃洛塔感到安慰的地方 小飞埃得到了南瓜糖开心极了 她抱住了戴希问她也喜欢南瓜吗 戴希夸张地说没有南瓜小菜 她都吃不下饭 听到这个回答小飞埃 却突然跑回了公爵怀里 正在公爵以为小飞埃不喜欢戴希时 小飞埃开口说道 我觉得戴希保姆非常好 然后就害羞地跑掉了 公爵听到后一脸呆滞 而戴希已经兴奋到脸红 公爵只能无奈地让戴希当了这个保姆 戴希想到能给小飞埃当保姆是一脸期待 然而公爵却说你只要假扮保姆就可以了 因为你要做的事是阻止我女儿和男主角们见面 戴希想着既然这样我们就谈谈薪水吧 公爵不屑地看了戴希一眼回到了桌子前 给戴希写了一份合约 要求戴希以后吃住都在公爵府 然后没解决掉一个男主角就给她十倍的薪水 当戴希看到薪水石巾的下巴都掉了下来 没有丝毫犹豫地签上了名字 公爵满意地收起了合约 她拿出了一个本子 让戴希把关于男主角的事情都写下来 公爵看着戴希写下的名单 发现其中威胁最大的就是皇族和摩塔族中的两位 然而由于男主角们名字太过复杂 戴希绞尽脑汁地也只想到了五个名字 她解释到如果她能见到他们的话就一定能想起来 公爵说明天的聚会把能叫来的贵族全部叫来就好了 戴希傻傻地问聚会是早就定好了吗 公爵霸气地回答没看见我正好携青铁 当晚公爵就派人就将青铁都送了出去 第二天 戴希幻想着成为了帝国最尊贵的公爵家的假扮保姆 可以享尽荣华富贵 还能参加贵族的舞会高兴地傻笑了起来 结果公爵却让她假扮成仆人 因为只有仆人才能穿梭在舞会各处 这样才能寻找到男主角们 然而这个舞会有足足150个客人 戴希被贵族夫人小姐们使唤的脚步粘地 而公爵却在长椅上悠哉地看戏 就在戴希心里极度不平衡而要撂挑子时 她看到了一个孕妇走了过来 让她瞬间想起了一个男主角 一个拥有红色眼睛的疯狂天才 可是她在遇到非爱洛塔之后就疯狂地爱上了她 并抛弃了她之前的一切 然而此时她却在这名孕妇的肚子中还没出声 就在戴希不知如何是好时 一个强壮的男人撞倒了孕妇 不仅不道歉还嫌弃孕妇走得太慢了 原来她是一名身份高贵的侯爵 她打算让她的女儿在这场舞会中好好表现 取得公爵好感 让她有机会嫁给公爵 戴希正好奇地想着小非爱的生母是什么人 突然看到那名孕妇很是痛苦的样子 连忙搬了一把椅子过去 孕妇坐好后戴希问道 拉斐尔伯爵夫人您还好吗 伯爵夫人惊讶地问道你认识我 戴希借口说是公爵大人特意交代 伯爵夫人有身孕让她特别注意一下 伯爵夫妇很是感激 要去找公爵大人打声招呼 就在戴希也要去找公爵大人 报告男主角的事情时 被一个老男人调戏了 还向他伸出了咸猪手 戴希哪里受得了这种调戏 直接一盘子敲在了老男人脑袋上 看着老男人痛苦地抱着头 戴希才想起来这是哪里 按道自己闯祸了 老男人抬头愤怒地看着戴希 猛地站了起来要找戴希麻烦 就在这时 公爵走了过来 从戴希手中拿走了盘子 老男人指着头顶的大包给公爵看 发怒地让公爵惩罚这个没有教养的女人 然而公爵却邪魅地一笑 掏出了一个大墨盘递给了戴希说道 既然要打就该用这个打 戴希猛猛地想着这是要把头敲碎吗 老男人惊讶地问公爵 是要为了区区一个下人来打他的头吗 霸气的公爵一把捏住了老男人的脸 我不允许有人对我的人态度如此放肆 戴希听到这句话整个人都呆住了 公爵让人强行将老男人驱离了出去 戴希看着公爵霸气的背影脸颊飞红 这个朴姓女是侯爵家的千金 侯爵带着她的女儿来参加宴会 想要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公爵认识 朴姓女见了公爵之后对她一见钟情 正要上前自我介绍一番 然而公爵看都没看她一眼 起身就静止走开了 朴姓女和侯爵也发现了事情的不对 原来公爵看到了戴希和猥琐男的冲突 在公爵将猥琐男赶走之后 戴希想将发现了男主角的事告诉公爵 公爵却交代戴希在宴会结束后去书房找她 之后公爵就离开了 而戴希身边却传来了一阵阵的议论声 戴希虽然很感激公爵帮助了她 但是这种受人瞩目的方式里她很是讨厌 戴希突然想到宴会上一直都没有看到小飞爱 就来到了小飞爱的门前敲了敲门 见没有人应答她推开门就走了进去 只见小飞爱萌萌地趴在床上 见到这一幕 戴希的心仿佛被丘比特之剑射中了 戴希问道 小姐你心情不好吗 小飞爱委屈地说只有我不能出去 我今天很想去二楼玩 但是因为有宴会而去不了 戴希出了个主意 带着小飞爱去了二楼的露台 小飞爱看着二楼的玻璃棚顶表示也想开个宴会 戴希配合地问小飞爱要几层热的牛奶 小飞爱可爱地表示要一点点热就可以了 戴希问小飞爱 是亨斯顿公爵 你爸爸他不让你出去的吧 下次你好好求求他 他一定会让你去的 小飞爱却说 不是的 不是舅舅不让我去的 是我自己不想去的 他们总是会摸我的头 戴希赞同道 没错 小姐的头很像栗子 很可爱 小飞爱说可是我的头只有我允许了别人才能摸 舅舅是可以摸的 但戴希你还不可以 戴希终于听出来了问题 亨斯顿公爵居然是小飞爱的舅舅 他居然发现书中居然还有他这个作者不知道的设定 戴希陪着小飞爱回到房间 小飞爱穿的睡衣也是他最爱的南瓜图案 到了一生晚安之后 小飞爱很快地就沉沉地睡去 劳累了一天的戴希也是累得瘫倒在床边 这时戴希想起刚刚小飞爱跟他说的事情 原来亨斯顿公爵是小飞爱的舅舅 而小飞爱当时只是说如果不叫公爵爸爸的话 舅舅就会很伤心 由于小飞爱看起来很是难过 要去书房找公爵 然而最终还是能控制住自己的困意 扶在床边睡了过去 宴会结束后 公爵一直在等戴希也没见他过来 结果来看小飞爱时 却发现戴希竟然睡在床边 便温柔地给他盖上了毯子 第二天戴希跟公爵说了发现男主角的事情 当公爵知道了这个男主角居然还没出声 表示很是头疼 戴希正要介绍一下男主角的情况 却被公爵无情地打断了 公爵问戴希这个男主角是怎么和飞爱洛塔相遇的 是作为家庭教师相遇的 公爵不可置信地道 伯爵家的长子居然会做家庭教师 戴希解释道他要赚取留学学费 因为拉菲尔伯爵家的未来条件也不是很好 戴希还感慨到他见了飞爱洛塔小姐之后就被迷住了 他父母那样的条件他居然什么都不过 所以养孩子一定要 话还没说完就看见公爵阴冷冷地看着他 吓得戴希慌忙解释 他说的绝对不是飞爱洛塔小姐 戴希表示只要男主不做家庭教师就行了 这样就不会遇到飞爱洛塔了 公爵冷漠地表示这件事要由他来做决定 说完就让戴希离开了 戴希走到门前 突然想到小飞爱跟他说公爵是他舅舅的事 戴希又回去跟公爵问了这件事情 公爵很是惊讶戴希居然知道了 便拿给了戴希一大厚厚资料 上边写着飞爱洛塔就是公爵的女儿 公爵表示无论别人说什么 飞爱洛塔都是他的女儿 公爵盯着戴希的眼睛说如果这件事传出去的话 看着公爵的和蔼可亲的眼神 戴希不等公爵说完就表示一定会保守好秘密 不管小姐是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都不重要 因为比任何人都要珍惜 并且为了孩子着想的人就是公爵 公爵听了戴希的话居然脸色泛红 害羞地表示了赞同 戴希说小飞爱的发型和装扮和别的贵族小姐不同 但相处之后却发现这样很是适合小飞爱 小飞爱也很喜欢这样 这时公爵来到了他的书架前按了一个机关 书架一开露出了一个柜子 里面居然满满的都是女孩的漂亮衣服 公爵伤心地说衣柜都要装不下了 小飞爱却一次也没穿过 他从来都没有让别人挑选过衣服 戴希勉强的解释肯定是因为小姐喜欢到处跑 所以这么繁琐的裙子很不方便 公爵却没有听他说话 自顾自地说道很厉害不是吗 这么小的年纪就坚持穿方便活动的衣服 表示他很重视实用性 他不喜欢长发说明有可能成为艺术家 伯爵要求戴希不要提前告诉他 飞爱落塔会在哪个领域崭露头角 他要亲眼看着他一步步成长的样子 戴希看着心情变好的公爵 却想着男主角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办 公爵喋喋不休地给戴希介绍小飞爱的各种过人之处 直到天色大量才放戴希离开 戴希想着小飞爱一整天都有课应该不太需要他 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突然戴希被一阵吵杂声吵醒 戴希想着宴会都结束了 不应该还有什么要忙的事情呀 便出门向其他仆人打听消息 仆人回答说听说今晚有一对伯爵夫妇要拐 公爵要按最高的礼仪接待 戴希惊讶地问是拉斐尔伯爵夫妇吗 仆人想了想说好像是的 戴希道谢后连忙向餐厅跑去 他完全没有想到公爵的行动力如此之强 肯定是不信任他才会有这么飞速的行动力 戴希一边跑着一边思考公爵叫伯爵夫妇过来要干什么 而且为什么一个字都没有跟他说 戴希到了餐厅之后并没有见到公爵 管家说公爵可能去了办公室 可戴希找遍了公爵服也没能找到公爵 无奈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戴希想着既然晚餐前找不到公爵 就只好豁出去了 他又穿上了女服装假扮成女服 从送餐的仆人那里接替了送餐的工作 亲自推着餐车前往餐厅 戴希看着餐车中精美的食物 公爵用这样的精美的食物来招待伯爵师叔罕见 不知道公爵到底要做什么 戴希到了餐厅推开门刚要打招呼 就听见伯爵问公爵为什么会对他们有这样的贴 一下子就激起了戴希的好奇心 戴希将食物放在桌子上并偷瞄着他们的神情 公爵看见戴希前来皱了皱眉头但没有揭穿他 公爵继续跟伯爵说到他看了伯爵的研究报告书 觉得他是很优秀的学者 他不想让这么优秀的学者就此埋没 因此想让伯爵夫妇好好地考虑一下他的提议 戴希在一旁偷听的云里屋里很是焦急 这时伯爵说到能够成为学者是他一生的梦想 可是他作为一家之主年纪也不小了 而且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没想到公爵竟然给他写了太斯坦帝国的学术院推荐函 和交通工具都有他来负责 戴希在一旁听到震惊极了 没想到公爵竟然用如此方式把他们送得圆圆 而不知内情的伯爵夫妇感动极了 离开的时候还一直对公爵具功感谢 待伯爵夫妇离开之后戴希拦住了公爵 询问他将伯爵送到外国是不是因为男主 可是男主还没有出生那拉菲尔家族怎么干 公爵无所谓地到伯爵的亲戚中自然有人会继承爵位 反正他儿子以后也想去留学 我只是提前个几十年送他去了 有什么不行的吗 第二天戴希惊讶地问公爵你把我家的东西都清空了 公爵自然地说东西还没收到吗 昨天就该到的 戴希抓狂地想着自己的后路居然被断了 那时他留着万一被裁了还能回餐厅去干活 公爵疑惑地说我记得你并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可以按时地交错 戴希弱弱地说是他怕哪天被公爵赶出去 公爵不屑地说如果我会那么容易把你赶出去 我就不会在那么多人面前说你是我的人了 而且你不是知道那么大的秘密吗 公爵挟了戴希一眼笑道你觉得我会轻易放你离开吗 想着公爵嘴里的我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时下笛跟戴希说他的行李据说是被彼得管家接受了 他马上让人送过来 戴希看着这个原著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 想着亨斯顿公爵也没有出现过也是正常的 戴希回想着下笛那仿佛能看穿一切的眼睛 他觉着虽然这是自己写的小说 但还是有太多未知了还是要小心为上 这时彼得管家提着戴希的箱子走过来 他一把将戴希的箱子扔在了地上 并愤怒地道我为什么要给这个低贱的丫头做这个作内 并冷漠地指责戴希年纪轻轻就这么懒 戴希还想着他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 行李到的时候告诉他不就好了 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要道歉的时候 小飞爱哒哒哒地跑了过来找戴希玩 彼得管家轻易地跟小飞爱打着招呼 然而小飞爱却很是恐惧 果不其然彼得管家突然地就阴沉地问小飞爱 刚才的跑步声是小姐你弄出来的吗 小飞爱吓得一溜烟躲到了戴希身后 而管家还在喋喋不休地指责着小飞爱的各种故事 从发型衣服到李仪说了个遍 还说如果这样继续的话就会嫁不出去了 会影响到亨斯顿家族的风格 戴希听着管剑不着边际的话语彻底暴走 她愤怒地指责管家怎么能如此对小姐说话 管家以为戴希是新来的仆人丝毫没有把她放在眼里 并跟小飞爱说如果再不稳重一点就会变成无知的女人 戴希运用多年写小说的口才对的管家恼羞成怒 管家居然说如果不是小姐而是少爷 下人就不敢这么没有教养了 戴希回到你这个老头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管家愤怒地问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 竟敢这么称呼她 戴希说我是新来的保姆 怎么了 管家完全不相信因为她看到了戴希在宴会上干活 这时小飞爱弱弱地应了一句 证明了戴希保姆的身份 彼得管家得知戴希居然是小飞爱的保姆很是惊慌 环嘴强的嘲讽就你这样的真的是小姐的保姆 戴希心想着这虽然是临时身份 但还是承认了下来 管家外墙中干地说 要是我发现你说的是假的 你就会第一时间被赶出去 戴希无所谓地表示你可以去问公爵大人 管家生气地道你觉得我不会去吗 戴希想着管家跟小飞爱说过的话 愤怒地对管家说就算我被赶出去 我也会准备好你的棺材再走 如果你不想死在这里就听好我说的话 以后不要再对飞爱洛塔小姐说那些没用的废话 第二 你再说一次臭丫头试试看 把你送进棺材里的时候 我会先把你腿打断 还有最后一点从这间屋子里出去 彼得管家气得浑身颤抖 转身灰溜溜地走了 戴希正想着这个臭老头 倒走也没有道歉 就听见小飞爱弱弱地问戴希是不是生气了 戴希马上笑着说没有我没有生气 小飞爱说彼得爷爷每次见到我都会那样 都是因为我才这样 对不起 戴希握住了小飞爱伸过来的小手 安慰到没有什么对不起的 你爸爸可是公爵 谁敢对小姐随便 可小飞爱却哽咽到 大家都跟彼得爷爷说差不多的话 说我挑的衣服不好看 短短的头发很奇怪 如果我问爸爸这是不是真的 他们就再也不会来家里了 小飞爱抱住了戴希继续说道 刚刚的事情我不会告诉爸爸的 如果以后再也不能见到戴希 那我真的会很伤心的 戴希想着那些离开的人 全都是用和那老头一样的目光来看待小飞爱的 戴希想到小飞爱遭受的这些痛苦不经鼻子一酸 想到这里戴希抱起了小飞爱 在他耳边说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不要告诉爸爸 全部告诉我吧 如果跟爸爸说大家就会因为害怕不来了 可跟我说就没关系了 小飞爱看着戴希说如果跟戴希说就不会走吗 戴希伸出小拇指保证到我一直会在这 小飞爱也伸出了小拇指拉在了一起 小飞爱突然问戴希你要摸摸我的头吗 戴希不敢置信地问到头吗 小飞爱说因为戴希很厉害又对我很好 而且还有了秘密 现在我们是朋友了 戴希看着心情变好的小飞爱 终于如愿地摸到了他可爱栗子头 在飞速流逝的时光里 戴希和小飞爱积累了许多友情 而且小飞爱非常非常地喜欢戴希 就在这时由于公爵因为投资的事情异常忙碌 就将照顾小飞爱的重任交给了戴希 突然有一天小飞爱要带着戴希去一个地方 说着就拉着戴希狂奔起来 小飞爱带着戴希穿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 走廊的尽头竟然是一棵奇奇怪怪的树 戴希看着眼前这棵奇奇怪怪的树 看着它秃秃的叶子有黑的树干 发现原来是树根烂掉了 小飞爱看着这棵树说道 听在这里工作的园丁爷爷告诉他 很久以前我的妈妈在这里种了这棵树 所以她才一直在这里 说着小飞爱摘了一棵美丽的花朵拿给戴希看 戴希开心的说因为这里是对你来说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才带我来的对吧 小飞爱笑着说果然不用我说 戴希就很懂我的心呢 说着就把一朵花带在了戴希的耳膊上 看着戴希如仙女下凡般的美丽容颜 小飞爱竟然脸红了 还可爱的说心又跳了 戴希奇怪的问为什么跳了 小飞爱害羞的跑开了 可就在这时小飞爱突然发出一声惨叫 戴希赶紧跑了过去 看见小飞爱蹲在地上瑟瑟发抖 原来是一群蜜蜂向着他们冲了过来 戴希一把抱起小飞爱向城堡跑去 戴希在后边切而不舍地紧追着 跑的过程中戴希紧紧地把小飞爱搂在了环影 逃回城堡后公爵找来了医生 还好不是独蜜蜂小飞爱只被钉了两下 公爵看小飞爱并无大碍就让医生离开了 戴希披着一件披风面色轻子 还在自责地想我应该把他抱得更紧一些 不 一开始就不应该让他去危险的地方 公爵看见了戴希颤抖的身体皱了皱眉头 让戴希把披风脱了 戴希很是抗拒不想脱下披风 公爵不断地靠近戴希把他逼到了墙边 然后摆出了一个经典的姿势后 粗暴地撕掉了戴希的披风 公爵惊讶地看到戴希的肩膀上满是被折的包 戴希摇摇晃晃地晕倒在了公爵的怀里 戴希再次醒来已是深夜 一睁眼就看到了公爵还在他的房间内 公爵拿出药膏坐在了戴希的床上 小心翼翼地帮戴希敷上药膏 同时跟戴希道歉到因为我的孩子才让你变成这样 戴希想着不是的都是因为我才让小飞爱受伤 想着想着又昏睡了过去 公爵看着睡去的戴希想起了医生说过的话 真的差点就出大事了 他没有晕过去已经很了不起了 他肯定很痛苦 这是有多大毅力才能一直跑回来啊 公爵伸出手想摸摸戴希的头 然而怕惊醒他又缩了回来 公爵温柔地帮戴希盖好了被子 出去吩咐下底把园丁都叫过来 小飞爱看到他母亲种的树不见了 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公爵解释道我也没有办法 实在是太危险了 昨天你不还是很痛吗 小飞爱挣扎到一点也不痛 不危险 什么 一点都不危险 昨天戴希为了保护你受了很重的伤 小飞爱猛地看向了戴希 呼进了戴希怀里跟她道歉 戴希宠溺地抱住了小飞爱安慰道 我没事的 这时公爵转移话题 我们去吃早餐吧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小飞爱却管公爵叫起了舅舅 舅舅实在是太讨厌了 然后就气呼呼地走了 公爵听到小飞爱 喊他舅舅心跳猛的一听 一种心碎的感觉油然而生 戴希跟着小飞爱回到房间 就看见小飞爱把自己藏进了被子里 对于他最喜欢的圆形饼干都置之不理 小飞爱悲伤地说那是他很爱希的树 戴希回想着 小飞爱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真实那棵树 可怎么都没想到一夜之间 这棵树就被公爵派人给摘除了 小飞一起来抱住了戴希说道 我现在只有戴希了 说不定现在我和戴希要从这里搬出去了 听着小飞爱的话 戴希感觉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第二天 戴希来到书房跟公爵汇报情况 公爵说着他现在一直管我叫舅舅 他并不知道小飞爱已经知道关于那棵树的事情 难怪小飞爱哭得这么厉害 之后的一整天 无论公爵如何努力地讨好小飞爱 他都没有在正眼看亨斯顿公爵一眼 终于公爵忍受不住 不能再让飞爱落塔和戴希保姆受伤了 对于爸爸来说 比起树 你们俩人更重要的多 我把庭院里的树都赔给你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种一棵更大的树 可并不是那棵树啊 无论种再多再好看的树 那棵树也不会再有了 舅舅你根本什么都不懂了 说话就钻回了戴希的怀里 公爵听着小飞爱的话 一脸快要哭了出来的样子 晚上 戴希来找公爵 公爵还在自责自己砍树之前没有跟小飞爱商量 才造成这样的局面 戴希安慰到虽然这件事很遗憾 可是也没有办法保证以后不出现这种事情 戴希提议如果飞爱落塔能够有心灵上的寄托 那么她可能会更快地走出这件事吧 说着戴希向公爵推荐了一个人 是生活在距离这里很近 并且和飞爱落塔是同龄的人 正是这本小说中的女配 如果小飞爱可以和同龄的朋友一起玩 更容易消化掉她现在对妈妈的思念 而且原住里她也是小飞爱唯一愿意亲近的人 虽然最终是没能亲近 公爵呆地问为什么 戴希继续解释道 那是因为有一个想要独占飞爱落塔 所以就孤立她的男主 因为她太过执着 就一直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从现在就让他们做朋友的话 就连男主的问题都解决了 说着戴希的心理已经兴奋了起来 可公爵却皱眉问 飞爱落塔长大了之后也没有朋友吗 就算按照你说的给她找到了朋友 可这次还是不能亲近的话 反而让她更伤心了怎么办 戴希却十分坚定地表示 他们一定可以成为好朋友的 公爵虽然不是很相信这样的事 但还是准备试一试 正好马上就要到飞爱落塔的生日会了 就此决定趁着这个机会 把女配角邀请过来试一试 第二天公爵就写了情题 让夏敌去各个贵族府上送信 夏敌边收信件边唠到公爵 我还以为小姐长大之前 您都绝不会让外人来参加生日会呢 虽然我跟你说了很多次这是过度保护 但公爵一次都没听进去过 我现在真是非常惊讶又开心 戴希在旁安安地回想 公爵真是个拦不住的推土机 因为没见过女配角 就决定要亲自去看看 再决定要不要邀请她 这时小飞爱刚好看到夏敌要出去 便好奇地问戴希夏敌要去哪 戴希借口说夏敌只是出去办事了 很快就会回来 小飞爱说夏敌晚点回来也没关系 我只要有戴希就行 公爵在后边听到小飞爱的话很是兴奋 他不甘心地向小飞爱伸出手 不要这样 来爸爸怀里吧 小飞爱鄙视地看他公爵一眼 把头埋进了戴希怀里 受伤的公爵仿佛被施了世话魔法一般定住 在之后的日子里 小飞爱连眼神都不给公爵一个 公爵每日不是日常忧郁 就是跟在他俩后边看两 而戴希不仅要陪着小飞爱 还要将当天发生的所有事和对话都记下来交给公爵 戴希感觉在他俩和好之前可能自己会先过劳死 忍受不住的戴希又给公爵出了个主 就是他上辈子遇到的一个阿姨交给他的秘诀 妈妈已经握住爸爸的手了 我们的宝贝要不要也握住呀 这样孩子就会自然而然地被诱导了 然后孩子就会消气了 一整天都不再闹脾气了 到了早餐的时候 戴希经过了一番心理斗争决定豁出去了 就握住了公爵的手后跟小飞爱说 飞爱落塔 我们跟爸爸也问好吧 你睡得好吗 公爵大然 结果令戴希万万没想到的是公爵竟然害羞了 公爵红着脸回答挺好的 戴希想着刚开始就这样可怎么办 但还是转向小飞爱让小飞爱也打招呼 小飞爱不情愿地说您睡得好吗 然后就跳下餐桌哒哒哒地跑了 戴希想着是我太心急了吗 现在说失望还是太早了 跟爸爸装亲近这事才刚刚开始 戴希想着想着突然发现 他和公爵的手还尴尬地握在一起 这俩人原本想趁着小飞爱睡着偷偷溜出去 没想到居然刚好被小飞爱撞到了 小飞爱可怜兮兮地问戴希你能不去吗 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后 小飞爱一把抢过了戴希的包包 公爵教育了一番小飞爱 小飞爱不情不愿地把包包递给了戴希 然后可爱地嘟囔了一句舅舅最讨厌了 戴希蹲下来安慰到我马上就会回来的 小飞爱擦了擦眼泪勉强同意了 公爵和戴希到了女配爵的家里 女配爵是弗朗索夫侯爵家的二女儿罗蒂赞小姐 侯爵夫妇看到公爵大人亲自过来很是惊讶 不解地问公爵一大早地过来有什么事 还与往日不同地带了位女士过来 公爵喝了口茶到我今天来这里是想问问侯爵 愿不愿意让你的孩子去参加我女儿的生日聚会 戴希这边刚掏出了情帖 就被侯爵一把抢了过去 侯爵夫妇看到公爵写的情帖双眼放光 痛快地满口答应了下来 说着就让人把他们的孩子们叫来让公爵大人看看 结果来的却是侯爵家的两个儿子 公爵和戴希相识一眼知道了这个老头在耍花招 公爵只好直白地说我是来看你的女儿 这次生日宴会我只想邀请你的二女儿罗蒂赞小姐 侯爵夫妇见他们的小心思被戳破 便无奈地让人把罗蒂赞小姐叫了出来 可爱的罗蒂赞一出场 就赢得了公爵和戴希的一致喜爱 公爵温柔地邀请罗蒂赞去参加非爱洛塔的生日宴会 罗蒂赞犹豫地问我自己行吗 不用跟哥哥弟弟一起吗 戴希向他保证朋友会非常热情地迎接你的 你们会很快熟悉的 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说着就向罗蒂赞伸出了小拇指 罗蒂赞也伸出小拇指答应了下来 带公爵和戴希回到了公爵府 小非爱开心地跳进了戴希的怀里说着 戴希果然是不会说谎的 这是对你守约的奖励 说着就在戴希脸上啾啾啾地亲了起来 公爵在后边看得羡慕极了 戴希感觉到公爵的一样就让小非爱也亲亲爸爸 小非爱疑惑地说最近爸爸身边不是有戴希吗 戴希亲就行了 戴希和公爵听着小非爱的话二脸呆滞 小非爱看着他俩的表情疑惑地问道 戴希你怎么了 你不亲吗 戴希和公爵互相看了一眼 看着小非爱殷切的目光为了不让他失望 戴希心想着不要紧张 这只是一种表演罢 就慢慢地靠近了公爵的脸颊 没有任何感情地亲了一下 结果却发出了波的一声 让二人都羞红了脸 小非爱听说有朋友要来很是高兴 激动地问是谁要过来 公爵回答过镇子佛朗索夫侯爵家的罗蒂赞小姐回来 听说跟我们非爱落塔是同岁呢 戴希在旁边配合天哪 有朋友要来吗 真是太好了 公爵接着说 这么一看 你还是第一次跟朋友一起过生日吧 小非爱兴奋地双眼都发出了光芒 可突然又犹豫了起来 不知道跟他玩什么 戴希安慰到你们无论玩什么 都会很快清静起来的 罗蒂赞小姐是爸爸特意去邀请过来的 就是想让非爱落塔拥有美好的回忆 公爵请来了最有名的糕点师傅过来做蛋糕 还要给小非爱做多多的南瓜裤子和南瓜王 小非爱内心开心故意 却装着不在乎的表示我要考虑一下 这时下敌来通知公爵要到办公的时间了 公爵起身后回头麻烦戴希照顾好小非爱 刚要迈步离开却没有走出去 原来是小非爱挂在了公爵的小腿上 公爵疑惑地问非爱落塔怎么了 小非爱明明是舍不得公爵离开 却借口说我把你和戴希梦混了 公爵无奈地正要离开时 小非爱拽了拽戴希 当戴希俯下身时 小非爱给了戴希一个拥抱 并让戴希把这个转达给爸爸 戴希紧张地说这个非爱落塔亲自做 爸爸会更高兴吗 可戴希最终还是不抵小非爱的卖门公事 走到了公爵身边说这是你女儿让我转达的 希望你能早去早回地问候 戴希傻傻地站在公爵面前 犹犹豫豫地迟迟没有动嘴 公爵却主动地一把抱住了戴希说道 这样就行了吧 我只觉得好像只有你一人在努力做这些事情 不想做的事情你也可以拒绝的 可戴希却大脑短路了一般说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是不想做 听了戴希的话众人都惊呆了 只有小非爱露出了阴谋得逞的笑容 晚上 射死的戴希瘫倒在床上 想着自己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这张嘴 小非爱高兴地问戴希今天也玩得很开心 是吧 戴希 戴希看着高兴的小非爱跟他说道 现在可不可以不要故意让爸爸伤心了呀 小非爱不解得问爸爸很伤心吗 爸爸现在讨厌我了吗 怎么会呢 爸爸很爱非爱落榻 以后也会很爱你呢 小非爱低声嘟囔了一句不行啊 然后猛地坐了起来 让戴希陪他一起去公爵的房间说晚安 看到二人的关系终于得到缓解 兴奋的戴希感慨自己的射死终于得到了回报 到了公爵的房间 小非爱张开手向公爵冲了过去 一下子就跳到了公爵的怀里 父女俩互相道歉后终于和解了 公爵高兴地说今晚爸爸哄你睡觉吧 可小非爱却一脸天真的说作为和解纪念 今天我们三个一起睡吧 还在一旁感动的戴希金的眼睛都要掉了下来 这三个人挤在一张小小的床上 戴希和公爵尴尬地要命 小非爱却抱着南瓜玩偶开心极了 戴希想着公爵和他一样对小非爱的眼泪毫无抵抗力 答应了他的荒诞要求 小非爱却并不满足于此 问爸爸为什么看着墙儿不转过来 说着又阴阴阴地哭着说着还是第一次一起睡呢 公爵只好无奈地转了过来 小非爱开心了要跟他俩一起聊天 公爵伸手经过戴希的身体逗弄的小非爱 戴希紧张得心脏砰砰直跳 终于小非爱看不过困意睡着了 戴希忍受不住好奇地问公爵 小非爱的妈妈是谁啊 问完就后悔起来 公爵缓缓说到非爱落塔是我亲姐姐的女儿 我父母很早就过世了 只有我们两个能够互相依靠 我们相差七岁 在姐姐二十岁那年接任了家主的位置 那时我对想要代替父母角色的姐姐非常抗拒 我们都是很固执的人 让姐姐操透了心 我欠了姐姐很多还不了的债 虽然现在已经永远都不能还了 戴希听着公爵的话 感受到了公爵对姐姐的抱歉和无尽的思念 所以她才会对非爱落塔这般的疼爱 我原本以为非爱落塔和我无论什么事都可以解决 可遇到你之后觉得这些好像都只是我的错觉 戴希听着公爵认可的话激动不已 慌忙转移话题到孩子好像已经睡着了 您很不舒服吧 我马上起来 要是把他吵醒了怎么办 说着公爵一把搂住了戴希 戴希感受着后背上传来的心跳生羞红了脸 他暗暗地想如果他现在转过身去 公爵是平常那种冷冷淡淡的表情 还是和他一样吗 可就在这时出现了一连串扑扑扑的不和谐声音 彻底打断了戴希的幻想 戴希尴尬地解释道不是我 是孩子放的 次日晚上 夏迪看着疲惫的二人问哪里不舒服吗 二人一起就解释道只是有些累了 夏迪道我知道你们得的是什么病 一定是育儿疲劳综合症 公爵舒展着身体 突然看到了书柜上居然有几瓶美酒 夏迪解释道这是前段时间 索比诺男爵送您的礼物 在只属于成年人的时间里 偶尔用来缓解疲劳也是不错的 刚好明天是休息日不需要工作 说着三人便喝起酒闲谈起来 谈得正在兴起时 小飞哒哒哒哒地跑了过来跟戴希说 今天我还想我们三个一起睡 戴希尴尬回到你 你说什么呢 不行 小飞哒一获得到可是你们应该困了吧 公爵借口说爸爸不睡了 整晚都要工作 小飞哒可爱的说越是大人 才越应该好好睡觉啊 公爵看着可爱的小飞哒抱起他强行贴脸里 疼得小飞哒逃到了戴希的怀疑 公爵看着小飞哒在戴希怀中甜蜜的样子 吃醋地说飞哒落塔 比起爸爸你好像更喜欢戴希保姆呀 戴希暗自得意没错 我就是有魔性的保姆 小飞哒亲生对嘟囔到那爸爸你也快点喜欢他就行了 可是众人并没有听清 小飞哒看着戴希 请求戴希跟他一起玩游戏 最终戴希和公爵再一次败在了小飞哒的眼泪攻势下 小飞哒开心地从戴希身上跳下去拿绳子和卡片 玩的是翻绳子的游戏 小飞哒输给了戴希 便抽出了一张卡牌 戴希正在好奇这个卡牌是什么意思 小飞哒就巴唧地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原来是红星在哪里就亲对方的哪里 戴希被小飞哒可爱到不行 可接下来戴希却输了一次又一次 公爵都出言嘲讽到戴希玩的侦查 戴希生气地说我这是第一次玩 再说这个对你来说应该也很难吧 公爵自信地表示我也没玩过 不过应该比你玩得好吧 戴希不信地道你要是玩这个我猜你一局都过不去 在二人吵得不可开交时 下敌看小飞哒已经困得不行了 就抱着小飞哒回去睡觉了 喝得晕乎乎的二人决定用全部身价位夺度进行一场游戏 不出意外的戴希又输了 到了惩罚环节戴希看着抽出的卡片呆住了 公爵好奇地从戴希手中拿走卡牌一看 原来惩罚卡红心居然在小熊的嘴上 二人看着惩罚卡一阵无言 戴希猛地站起来说道 太晚了我们收拾一下吧 结果因为喝得太多而没有站稳 直接倒在了公爵的身上 公爵看着戴希羞红的脸戏谑地说道 我看你是想逃避惩罚 不过腿也太抖了吧 这句话让戴希想起了小飞爱的挑衅和公爵的嘲讽 想着自己可是说到做到的人 便捧起了公爵的脸颊 一夜过去 大家在一起吃早餐时 夏迪礼貌地问戴希和公爵是几点睡的 戴希听到夏迪的画画惊慌地把餐刀都吊在了地上 语无伦次地道 啊 这么一想我吃饱了呀 我先走了 说完就一溜烟的不见了 小飞爱看着一口都没动的早餐很是一国 从那开始 戴希只要见到公爵就仿佛见了鬼一样飞速逃跑 让公爵感觉很是无力 更巧的是公爵收到了医生的男性 他最近调配了一款可以去虫的香油 最近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带过来 公爵暗暗思寻着因为这是很难请的医生 所以要听戴希的意见后给他回复 可戴希却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公爵在远处看着戴希 心跳有些加快 心想戴希是我女儿非常喜欢的志愿 我是出于她的人生安全考虑才这样的 公爵走到戴希面前 戴希紧张地看都不敢看公爵 公爵看着戴希紧张的神情很是疑惑 刚说到其实昨天 结果戴希不等公爵说完就休得一下跑道 留下了一脸猛闭的公爵 公爵四处寻找戴希 终于把他堵在了一个储物间 戴希犹如小兔一般十分惊恐 公爵犹如烈食者一般问道道 你现在忙吗 戴希显得弱小可怜又无助 我要去找下敌 我迷路了 公爵邪魅地的道 下敌应该再准备外出 我让他去的 戴希按道完蛋了 公爵靠近戴希轻声道 对不起 戴希紧张地回道 这些话能不能下次再说 我现在还需要一些时间 公爵心想着今天就要给医生回心 天气也渐渐变热了 蜂虫都多了起来 便说道我一定要现在说 因为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可戴希却以为公爵说的是 昨天晚上的事 便说我赌上自己的名字 发誓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公爵皱眉想着说什么傻话了 赌上自己的名字就不会被折了吗 便继续劝道这种事故 在很有可能再次发生 这次虽然是你这样 但下次可能会是我这样 戴希听得脸红得要炸开了 闭着眼睛道 昨天是我喝了太多酒 才发生的失误 公爵听了之后就是一呆 知道了二人说的压根不是一件事情 戴希继续说真的很对不起 都怪我随便亲了你 说完就再次跑掉了 因醉酒而失忆的公爵 在戴希的提醒下 终于想起了昨晚的荒唐事 立刻心跳加快羞红了脸 而又突然反应了过来 向着戴希跑远的方向喊道 我说的是蜜蜂的事情 由于小飞爱的生日宴会即将举办 公爵和戴希等人坐马车 去采购宴会用品 公爵和戴希面对面坐着 都不敢看向对方 就在戴希尴尬的要跳车时 小飞爱主动跟戴希聊起了天 缓解了马车内尴尬的气氛 马车在一间商店前停了下来 商店的掌柜为公爵的钱 来准备好了各种商品 宴会上需要的装饰品 玩偶 餐具应有尽有 小飞爱主动地拉着夏迪去挑选商品 而被留下的公爵和戴希冷汗之梦 公爵和戴希都想要跟小飞爱一起 而小飞爱非常坚决地表示 是要跟夏迪一起 夏迪高兴地问小姐 你今天好奇怪哦 平常你看都不看我一眼的呀 小飞爱一边回头偷看一边说 夏迪你说什么呢 我多喜欢你啊 只是我以前没说吧 然后小飞爱转身冲戴希喊道 戴希你让爸爸给你挑吧 戴希傻傻地站在那里尴尬极了 这时公爵打破了沉默 跟戴希说 其实我今天叫你来 是因为有件东西要给你 说着就有人捧着一个盒子递给戴希 戴希打开一看 居然是他的项链 原来是公爵特意把项链 送到了这里为凶 戴希看着项链惊喜地道 我还以为你把它扔掉了 谢谢 谢什么 我才应该说声抱歉 弄坏了他 俩人互相看着 气氛有些暧昧 公爵尴尬地说你哪里都挺好的 就是没有看人的眼光 戴希低头硬刻 当戴希想着要不要为 昨天的事道歉时 一个大胡子贵族走了进来 公爵一看来人高兴地上前握手 原来是从外地归来的圣托里尼伯爵 听到这个跟地名一样的姓氏 戴希瞬间想起了 这是他的一位没有好好旅行过的朋友 出于对休假的渴望而创造的男主 即是西氏大道 又是横扫暗示力的惨无人道杀人门 想到这里 戴希拉着公爵进了一个更衣室 在狭小的更衣室内 戴希闻到了一丝香水味 戴希脸红地想着 谁能知道我是这样知道了 公爵平时用的什么香水 公爵面色奇怪地问道 突然这是怎么了 你不是想继续昨天没玩完的捉迷藏吗 戴希兴奋地说 刚才那人的孙子就是男主之一 可公爵却疑惑起来 伯爵他这一生都没有结过婚了 他这一生几乎都是在战场上度过 那会不会是有个不为人知的儿子或者家人呢 伯爵无论对外还是私生活都是清清白白的 所以不可能有不为人知的血清的 听着公爵肯定地回答 戴希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是记错了 只要有线索我都会调查的 总比其实他就是男主这样的反转要好 这是一道光照进了狭小的幻衣间 夏迪和适应生惊讶地看着 挤在狭小更衣间的公爵和戴希 戴希崩溃大喊 却是误会 回到公爵府 戴希坐在小非爱的床边 懊恼地想着他怎么只要想做点什么 就会被人误会 不过和小非爱在一起还是很开心的 想着要把乱糟糟的玩具整理起来 就在这时看到了昨晚的惩罚卡牌 想着这个卡牌给他带来的麻烦 就要将卡牌收起 却突然发现这个卡牌居然和昨天的不一样 戴希看着手中的卡片越看越奇怪 终于他发现了卡片上有被涂写和擦拭的痕迹 这时他想起了他和朋友们一起写小说时 对于女主的性格一致通过了使用腹黑的人设 把女主写成了计谋高手和腹黑达人 戴希震惊地看着已经熟睡的小非爱 心想着不会都是他搞的鬼吧 四日早上 小非爱为罗蒂赞小姐的钱来亲手调制起了饮品 并让戴希先品尝一下 戴希心想着就算不好喝也要装作好喝 结果却发现出乎意外的好喝 公爵看到小非爱努力的样子老怀大胃 看得出小非爱是非常的期待罗蒂赞的到来 当公爵准备再给小非爱倒一杯时 小非爱却拒绝了 剩下的你们喝了吧 我去打扫房间了 看到了小非爱的成长公爵很是感动 可戴希却察觉了事情的不对 平时想尽办法就为了多喝一杯饮料的小非爱 今天居然拒绝了他最爱的饮料 虽然作为原作者看着他耍小聪明的样子很是激动 只不过当他的腹黑对象是我和公爵时 可是万一 如果我和公爵有了什么关系 那我就是小非爱的后妈 天哪 幕后女主要让我当后妈 公爵不解的问一脸呆滞的戴希怎么了 正在戴希十分尴尬时 夏迪不顾小非爱的阻拦抱起了他 然后跟公爵汇报了起来 小非爱反抗无效很是生气 觉得夏迪对他的人生一点都帮不上忙 下午小非爱拉着戴希和公爵陪他玩捉迷藏 却借着玩游戏把他俩关进了衣柜里 二人想着衣柜里也算是隐秘的地方 适合说一些秘密的事 就说起了调查圣托里尼伯爵的事 公爵打听到了公会的秘密会议场所和时间 准备去前去调查一番 戴希兴奋地要一起去调查 听着戴希的话 公爵露出了一丝慌张 并不想带戴希前去 戴希说他知道很多的信息 肯定能帮上忙的 我向来是追求完美的 我无法容忍明知危险还毫无防备 就在戴希被公爵的气场威慑的羽无伦刺时 外边传来了夏迪的声音 小非爱拼了命地阻拦夏迪 夏迪想跟小非爱比赛 谁先找到他们二人 就在夏迪看到了衣柜要打开时 愤怒的小非爱居然飞起了一脚 踢在了夏迪的腿上 结果就被公爵严厉地批评了 公爵让他去跟夏迪道歉 戴希看着小非爱可怜的样子很是心疼 他想上前去安慰小非爱 可是被公爵严厉地制止了 无奈的戴希回到了房间准备休息 当他正要拉窗帘时 透过窗户却看到夏迪和小非爱 并排坐在台阶上 更让戴希不解的是 小非爱居然让夏迪摸他的头了 戴希想不明白 为什么才过了这么一回 他俩就这么亲近了 原来几个小时前 小非爱找到夏迪 哭泣地跟夏迪道歉 夏迪蹲下来安慰到没关系了 一点都不同 可是你这段时间很奇怪 为什么总让公爵和戴希单独在一起 是不是你现在不想和戴希在一起了 小非爱生气地说才不是 我特别特别喜欢戴希 没有人比我更喜欢戴希了 夏迪倒怎么没有 我也特别喜欢戴希小姐了 小非爱震惊地想难道夏迪也对戴希 她不安地说不行 戴希是要和我爸爸结婚的 没想到夏迪却很是赞同 别担心小姐 我们是一伙的 我也觉得公爵和戴希应该在一起 因为戴希小姐善良勇敢又帅气 我觉得她非常适合做公爵的另一半 小非爱知道了夏迪和自己的 有同样的想法很是开心 两人愉快地达成了统一战线 准备一起课公爵和戴希的CP 小非爱跟夏迪抱怨 为了撮合他俩有多辛苦 夏迪说小非爱的撮合方法有问题 于是开启了专家模式 解释到要让俩人互相喜欢才行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公爵喜不喜欢戴希 小非爱肯定地表示公爵一定喜欢他 因为我们家里的其他人都很喜欢戴希 所以爸爸也肯定喜欢戴希的 夏迪被小非爱的一番言论斗得哭笑不得 仔细想来公爵确实是应该喜欢戴希的 这时夏迪又提出了戴希是不是喜欢公爵呢 戴希总是躲避公爵 这是为什么 小非爱听着很是苦恼 对此并没有什么好办法 于是真心地求夏迪帮忙 看看夏迪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夏迪闭目沉思 小非爱在一旁很是期待 夏迪想着可以磕公爵和戴希的CP 露出了邪魅的笑容 夏迪在小非爱耳边说着他的计划 小非爱一脸的期待 之后帮助公爵结婚计划同盟正式成立 小非爱认真的要举办一个结盟仪式 说着就把头伸过来让夏迪摸三次 就算结盟成功了 夏迪高兴地摸起了小非爱的栗子头 次日早上 戴希悄悄地来到了小非爱的房间 没想到小非爱居然醒得那么早 突然冲出来吓了戴希一跳 戴希赶紧抱住了小非爱 小非爱解释道因为今天是朋友到来的日子 刚才爸爸还来了 说他太紧张了没睡好 真是傻瓜 我都睡得可好了 戴希倒不能说爸爸是傻瓜呀 想着毕竟今天是小非爱的生日 还是第一次交朋友的日子 公爵睡不好也是情有可原的 这时小非爱看到了戴希带来的小盒子 戴希解释道这是给小非爱的礼物 小非爱期待地问 我可以打开吗 她一份地拆开了礼物 发现是她最爱的南瓜蛋糕 开心的都要跳了起来 接着公爵府里的人都来祝贺小非爱生日快乐 气氛很是欢乐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侯爵夫妇居然也跟着罗地赞小姐一起来到了公爵府 想要一起参加小非爱的生日宴会 公爵和戴希看着二人很是意外 二人说着一些不合时宜的话 还挡住了罗地赞小姐 把宴会的气氛搅得是一团糟 小非爱伤心地都要哭了出来 戴希很是气愤二人的自作主张 明明邀请的只有罗地赞小姐一人 他们两个却不顾礼仪地跟了过来 公爵直接了当地问侯爵你该邀请函来了吗 邀请函上面只有罗地赞小姐的名字 并且讽刺到擅自出现在没有接到邀请的场合 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说着就请二人上了马车 在二人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去之后 罗地赞就没有之前那么的拘谨 主动地跟小非爱打起了招呼 小非爱害羞地不敢说话 其他人看到小非爱居然会害羞感觉很是意外 这时罗地赞的仆人提醒他 可以把准备好的礼物拿出来了 反应过来的罗地赞拿出了他准备好的礼物 说着就递给了小非爱 小非爱抱着礼物和不知如何是好 戴希提醒到这个时候要说谢谢 小非爱才反应过来要道歉 公爵一起把二人抱了起来 准备开始欢乐的生日宴会了 由于公爵府大门到主楼要走很远的路 公爵抱着小非爱和罗地一起向主楼走去 戴希看着两个孩子 想着原住中因为一位男主而互相冷漠的结局 现在应该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吧 二人一定会跟原住不一样 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 戴希和公爵在门后偷偷地看着屋内的情况 只见小非爱在给罗地调制饮料 二人说着一些悄悄话 正在戴希和公爵要仔细听一下事 却让小非爱听到了一些声响 二人慌忙地又藏进了杂物间 小非爱出来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就回去了 戴希和公爵又一次进了这个狭小的房间 公爵突然说到拉斐尔伯爵夫人昨天好像生了 是个有一双红色瞳孔的男孩 孩子出世后 伯爵好像更努力地研究学问了 戴希听到后很是高兴 说到你当时招待伯爵夫妇时 我还以为要发生什么大事吗 公爵疑惑地问你怕我会做什么坏事吗 戴希傲娇地说我怎么会想得到啊 公爵微笑地说我以为我们很有默契的呀 戴希看着公爵的笑容心脏跳个不停 公爵说我不知道你当时担心来着 下次我肯定跟你提前说 就在狭小空间内的气氛逐渐温暖时 小非爱突然推开了门 给戴希头上撞了个大包 都是大人 怎么还这么不听话呀 说完就拉着罗蒂去镜子房完了 妇妹的人都盛装打烂 精心地布置了镜子房 为小非爱的生日宴会尽心尽力 小非开推开了房门 晚房间都是各种南瓜饰品 完全就是一副南瓜之国的模样 就在戴希惊叹于这里的南瓜之多时 却突然发现了一个了不得的东西 公爵身后有个很大的东西 上边盖着一层白布 小非爱好奇地跑过去问公爵里面是什么 这是爸爸给你的礼物 说着就一把掀开了白布 里面竟然是一座极其精美的喷泉 小非爱和罗蒂兴奋地跑了过去 看到喷泉里的水很是诱人 就一头扎进去喝了起来 戴希下的连忙将二人提了起来 却发现二人喝的不是水 而是香甜可口的南瓜汁 戴希想着万恶的旧社会真是浪费 自己在前世也就仅仅见过三层巧克力的瀑布 然而公爵本来却想在院子中的人工壶做个大瀑布 但想着不太卫生就放起来 公爵和夏迪欣赏着他们的杰作 决定以后就把这个放在小非爱的房间 让他一直有他喜欢的饮料喝 小非爱带着罗蒂在喷泉上爬来爬去 很是开心 这时厨师带着南瓜蛋糕走了过来 大家一起给小非爱唱起了生日歌 戴希从没见过小非爱笑得如此开心如此的幸福 到了晚生日宴会已经结束 小非爱和罗蒂在大门口依依不舍地分禀 竟然抱着一起哭了起来 二人约定好以后还要一起玩 公爵和戴希看着他们二人很是欣慰 戴希和公爵二人哄小非爱睡着之后 戴希的精神却很紧张 因为秘密会议的日子马上就到了 戴希想着要去参加神秘工会的秘密会议 心里很是紧张 正在不断给自己提气时 公爵走了进来 只见他身着一件黑色衬衫 把手中的黑色披风披在了戴希身上 交代他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不要离开他身边 听着他真挚的话语 戴希心都快化了 可还是嘴硬道不用担心我 我保证比任何时候都会帮上你的 这一刻的他充满了自信 因为这个男主是他的一会数学讲师朋友创造的 知道了这些线索肯定比模糊的名字或长相容易找 接着二人就一起上了马车 戴希对此次的行程充满了自信 到了秘密会议的地点之后 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酒馆 戴希觉得这里很是眼熟 他曾经来过这里一次 他本以为应该是个地下室或者废弃仓库之类的地方 结果却是这种热闹的地方 戴希看着这里的客人都很普通 而公爵那高雅的气质却无时无刻不再释放光芒 这是一个高大的身影送来了两杯啤酒 戴希回头一看 惊讶地发现竟然是公爵的护卫队长 公爵让戴希冷静一下 都是基本操作 戴希偷偷地观察四周 发现周围三三俩俩在喝酒的人 竟然都是亨斯顿公爵家的下人们 给戴希金的整个人都定格了 戴希想到之前公爵跟他说过他是追求完美的人 肯定是为了他的安危才这样做的 越想越害羞 心脏跳个不停 这时他们发现有一桌的人不知何事悄悄地离开了 公爵跟戴希对视了一眼 觉得他们一起消失肯定不是趣味生间了 应该是通过秘密的地方离开了 戴希正巧知道在这个酒馆中 有一个楼梯是通往地下的 正是适合又黑又暗的秘密会议的地方 公爵疑惑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戴希回到之前 普利喝多了从那里摔了下去 公爵又问到普利是谁 戴希无奈地说是卖我项链的那个傻瓜笨蛋 公爵这时才恍然想起这么一号人 他轻声嘟囔到 我都不知道你们两个还来过这种地方 戴希听得一愣 不会是他误会了什么吧 慌忙解释到是和餐厅的同事聚餐一起来的这里 就在这时公爵看到有人向着楼梯处走去 公爵和戴希二人赶紧起身准备跟过去 公爵吩咐戴希一定要跟好自己 二人缓缓地走到楼下 发现一扇门后传来了嘈杂的说话声 公爵让戴希小心 自己先过去看看 不知何时 二人的手不知不觉已经迁到了一起 一起在门后偷偷地查看屋内的情况 只能看见会长是一个戴着红色斗篷的人 由于遮挡并不能看清他的样貌 这时会长拿出一张照片 吩咐手下去做一些不和谐的事情 手下刚想拒绝 会长立刻露出了一副阴森的笑容 吓得手下慌忙答应了下来 这时戴希听到屋内穿来了下次会议的工会民事 马什么夫 戴希立刻想到应该是马尔大夫 这个工会一定跟圣托里尼男主有关系 这时听到屋内的手下问会长儿子的热病好些了吗 会长达到好些了 顺手脱下了头上的披风 竟然是一个扎着蓝色马尾的女人 戴希看着那人拿着一把飞刀 嗖的一下就射到了一只老鼠身上 觉得这个男主的母亲真是个可怕的人 公爵觉得消息探查得差不多了 就带着戴希赶紧离开 就在他们上去之后 竟然发现他们已经被人团团围主 你们是谁 怎么从下面出来 戴希见此场景很是紧张 他们都不是普通客人吗 为首的壮汉嚣张地喊道 舌头粘在上牙膛上了吗 怎么不回答 公爵对这个不礼貌的家伙很是不爽 闪开 壮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什么 公爵浑身都散发着恐怖的气势 要我说两次吗 让你闪开 周围的小罗罗都有些未复 而为首的壮汉还不知死活地一拍桌子 总有些家伙好好说话的时候不听劝了 我看你好像也不是普通客人 露下脸吧 劝你们脱掉披风 在我把你们的脸皮一起撕烂之前 结果出乎意外的是公爵竟然答应了下来 只见他轻轻地掀起了头上的东帽 露出了那张本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脸 只见他轻轻地掀起了头上的东帽 露出了那张本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脸 我去 疯了呀 壮汉狠狠地一拍桌子 闭嘴 在这种穷酸的地方还能见到这等尊贵之人 您应该也不是想加入我们公会才来的吧 是来找我们办事的吗 可是您来的时机真是不巧啊 您选的正是人多眼杂的地方 我确实是第一次来这里 这里确实不是我该来的地方 这可不是温室里的花草该待着的地方 不然明天庞帝普尔 不对 国家都要大乱了 高贵的亨斯顿公爵和他金屋藏娇的女人 建议把抓住戴希的肩膀看向公爵 也是 反正公爵你钱多 把我们的嘴都堵住应该还有剩吗 公爵见他如此粗鲁地对待戴希青金直冒 如果我是因为私事来的 应该会吧 不过今天我是带着公事来的 马上把手拿开 这样我还能留你条命 壮汉很是愤怒 回头看向手下 你们都只看着吗 难道不应该给这贵族点颜色看看吗 而其他人早已被公爵那凶狠的眼神震住 犹犹豫豫地不敢上前 公爵出言嘲讽 你连最后的机会都没了 连同伴都抛弃了你 恼羞成怒的壮汉竟然想要对公爵出手 可门口传来哐当一声 大量庞帝普尔骑士团的骑士冲了进来 地下有这些人的头目 一个人都不要放过 全都抓起来 公爵搂着戴希走了出去 街上的人们看着公爵和戴着斗帽的戴希议论纷纷 那位好像在哪里见过的呀 天哪 这不是公爵吗 公爵大人您怎么会来这 戴希害怕的想着 虽然公爵对这种场面习以为常了 但我不是啊 周围的声音不断地传进戴希耳中 不过旁边这是谁啊 好温柔地揽着他呀 莫非公爵大人终于 戴希在周围火热的视线中 艰难地走到了马车前 上了马车的戴希终于松了一口气 公爵轻声地问戴希 吓到了吗 为了让在守卫地区的骑士潜入到市区里 花了点时间 总之 还好为了以防万一做了准备 我还以为自己已经很了解公爵的力量了 果然是我大错特错 公爵看着还在发抖的戴希 所以我才说要自己来的呀 没关系的 我完全都没想到过骑士团会过来 所以 我是说 我没想到你会做到这种程度 我不是说过吗 我是不能容忍明知危险还放手不管的 你连那种状况都预想到了吗 没有 毕竟我不是预言家 不过我有想过最坏的情况 公爵想要阻止的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危险 如果我没有参与 就不会动用庞帝普尔骑士团 现在这样 我不能再装做什么都不知道 我是在被公爵特殊对待的 戴希刚要说话 结果被公爵抢了先 还有件事跟你说 本来我是在想或许不跟你说更好一点 但我还是觉得应该要赶过来 公爵犹豫了一番红着脸道 我说的是蜜蜂 看着一脸猛逼的戴希 公爵捂着脸继续道 就是在酒浇那天 那天早上我不是很清醒 不知道前一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不起来了 所以才那样的 戴希很是震惊 老天爷 他原来是不记得了 怪不得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奇怪 追着你说关于前一天的事情 还有我说这次是你 下次可能会是我的那些话 总之我说的都是蜜蜂 对不起让你误会了 公爵说完 二人脸都是羞得可以肩鸡蛋的 戴希打破尴尬 没 没有 哎呀 你可以不用说的 我不想做无耻之人 特别是对你 以后我们还要一起做很多事情 变尴尬的话就会很麻烦了 啊 原来是因为这类啊 嗯 我理解了 戴希听着公爵的话有些误会 果然他跟我不是一类人 虽然活到现在我也不是没谈过恋爱 可是接吻就不是很熟吗 公爵不会尴尬吗 也是了 他应该跟很多贵族小姐打过交道吧 公爵又年轻又帅 财力 权力都在手 莫名 有点酸 反正 真的很抱歉对你那么势力 求你全忘了吧 结果戴希万万没想到公爵竟然红着脸的 为什么要忘 那是我的第一次 每天只顾着看孩子了 根本没有那种事件 这很奇怪吗 那是因为公爵你 是钱多十利雄厚的美男公爵啊 没有才更奇怪吧 不是吗 那么可爱的栗子小的时候 可能我也不会看那些贵族小姐 戴希突然想到了小飞爱的腹黑属性 该不会这也是例子的计谋吧 夏迪和小飞爱看到公爵和戴希回来了 夏迪爱刚想去找戴希 却被夏迪制止了 你在做什么 夏迪放我下来 小姐 你快看 只见公爵正在扶着戴希下马车 二人的举止很是亲密 夏迪和小飞爱看了一阵兴奋 可府内突然传来的仆人们要去迎接公爵的声音 夏迪举着小飞爱的 我们计划一下吧 我们不是同志吗 你会跟我一起吧 当然了 我们是同志 夏迪抱着小飞爱转向马上要出门的仆人们 拦住那些人吧 可以吗 小飞爱自信的倒交给我 说着便拦在了众人面前 大家不要出去 看得众人莫名其妙 而此时公爵和戴希也刚好红着脸走了进来 第二天 戴希疑惑的问公爵 你说他在叫做阿尔卑斯的拥兵团里当治疗师 公会长的母亲 名字叫圣托里尼 马尔代夫公会 现在又来的阿尔卑斯拥兵团 到底是多想去休假呀 反正现在的公会长在母亲死后 就一直跟儿子生活在一起 他们为什么跟伯爵隐藏身份呢 说不定伯爵能帮帮他们的呀 比起隐藏身份 倒不如说他们互相好像不知道对方是自己的家人 不 公会长可能是知道的 因为那孩子就是未来要成为公会长的男主 名字就叫圣托里尼公会长 他肯定是从母亲那里听到了什么事情 如果他根本不知道的话 不可能用这个名字的 也不能排除他是带有一定目的 才装作不知道的 你想想 圣托里尼伯爵是立了公才获得爵位的 如果他们之间是有什么关系 那人们肯定就会都扑上来吧 无论在哪 想谈关系都是一样的 我的基本原则就是不相信那些有过犯罪前科的人 特别是对曾经属于那种公会的人 就更不信任了 戴希伸手想要给公爵倒茶 可没想到却被公爵抢了些 不 不是我喝 是我想给你倒 谢谢 戴希看着公爵给自己倒茶修红了脸 我只见过几次他给非爱洛塔倒水 二人继续谈论起胜托里尼伯爵来 他是个很喜欢孩子的人 被授予爵位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孤儿院捐款 虽然看上去就是生活在战场上的佣兵 可是内心却像是慈祥的爷爷一样 戴希咽下一口茶 那么 说不定这个家里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孩 会帮得上忙呢 而此时正在画画的小非爱却好像是听到了一般 疑惑地挠了挠耳朵 好像有人在念叨我 第二天 公爵邀请了伯爵来府上做客 伯爵看到小非爱的发型开心极了 哇哈哈 当佣兵的时候才能看到的发型 居然在这见到了 吓得小非爱钻进了戴希的怀里 戴希轻声安慰道 没事的 非爱洛塔 他居然害怕伯爵 判断输了 本来还计划让他看到可爱的例子 然后自然提起家人的事情 看着公爵的女儿 让我想起了过去啊 有新人来佣兵团的时候 头发都要剔成这个样子 可是没有人能像小姐这样 适合这个发型啊 小非爱偷偷地回过头去 看见伯爵没飞色舞的样子 再一次背下 非爱洛塔 要遵守礼节啊 快下来 在椅子上坐好 结果伯爵却笑了起来 没关系的 您不要说他 去孤儿院的时候 有大半的孩子看到我就哭 这时小非爱注意到了伯爵的大白胡子 弱弱地问道是洋人吗 哈哈哈哈 伯爵一阵大笑后开玩笑道 小姐让人有些意外啊 不过其实我不是洋人 只是因为我很喜欢洋 所以我就把洋放在下巴上偷偷养着了 小姐你是第一个 一眼就能看出来洋的 小非爱跑到伯爵身前 我可以摸摸哦 爷爷的羊吗 当然了小姐 我养的羊特别喜欢朋友 小非爱伸手轻轻地摸了摸 好软 是云朵羊 爷爷 羊是群居 并且吃草和树叶生存 对吧 你连这都知道 你很聪明 小姐 就在这时伯爵的肚子里传来咕噜一声 小非爱轻轻地拍了拍伯爵的胡子 听声音这么大 应该是羊饿了吧 想着如果羊饿了就会摔倒的 就转头拿起盘子中的细兰花 一把塞到了伯爵的胡子里 公爵看到这一幕惊地站了起来 非爱洛塔 你怎么能对客人如此势力 带西连忙去把小非爱抱了回来 小非爱挣扎道 可是羊也要吃饭了 结果伯爵确实很开心 哈哈哈哈 天哪 他也太可爱了 老头子我没关系了 小姐是想给羊卫吃的吧 公爵悍然道 还好您没有因此感到不开心 抱歉是我没有注意到 非爱洛塔 下次不能这样了 伯爵看着其乐融融的三人 感到很是欣慰 晚饭后 伯爵晃了晃手中的酒杯道 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公爵您啊 可能因为我一直独自生活 几乎没有参与过这种场合 有家人真的很好啊 虽然我知道对我这种 要独自行动的佣兵来说 家人是很奢侈的词 每当我看到可爱的孩子 就会想如果我也有个孙子 那这晚年应该也会很开心吧 当然现在这种奢求已经太迟了 伯爵您也有 血亲的家人 女儿和孙子 伯爵惊讶地回过头 你在说什么 在阿尔卑斯拥兵团的时候 伯爵您曾经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过吧 地牢内 女工会长正在使劲地摇晃着栅栏 还不赶紧把门打开 该死的 马上把我儿子带过来 就在这时公爵突然走了过来 拿出钥匙打开了牢门 到底怎么回事 骑士团怎么会突然过来 为什么要把我儿子带走 对于我擅自带走你儿子这件事 我跟你道歉 可是抓捕非法工会这件事 需要理由吗 如果你的目的是逮捕我 那根本不需要一定要带走我儿子 你到底要做什么 到底出于什么目的这样对我们 因为你和你的孩子 会对我女儿的未来造成很大影响 什么 女工会长完全没有听懂公爵的意思 这时伯爵突然拉着一个男孩走了进来 女工会长冲上去搂住了小男孩 我的儿子 你没受伤吧 伯爵突然开口相问 是安迪 内莱塔吗 女工会长警惕地看向伯爵 你是谁 你认识我吗 赛林 内莱塔 你母亲的名字是赛林 内莱塔吗 说着伸手拿出了一个吊坠 里面是一个女人的相片 女工会长浑身颤抖 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在耍什么花招 你是什么人 怎么会有我过世了的母亲的照片 而听到女工会长竟然承认自己就是赛林的女儿 伯爵此时已经呆立当场 这时戴希突然冲了进来 圣 圣托里尼伯爵 你叫他圣托里尼伯爵 此时的女工会长浑身都散发着骇人的气势 陆木原征道 母亲过世前 我只听过一次这个名字 圣托里尼 哈哈 我都不知道你居然是身份高贵的贵族 而此时伯爵已经站立不住 他伏在地 痛哭流涕 你 我真的 真的有女儿吗 在我没撕赖你的嘴之前 劝你最好避上她 从来都没尽过责任的人 现在是在做什么 怎么 你那了不起的家族 后继无人了吗 别开玩笑了 我不认识你这种家伙 也永远不想认识 抛弃了我母亲和我 间接也抛弃了我儿子的你 有什么脸来找我们 伯爵没有抛弃你跟你的母亲 因为是要到处奔走的佣兵身份 所以只是暂时需要离开 你这个姓吧 你母亲有说过 关于父亲的任何一句话话吗 女工会长安迪终于冷静了下来 太晚了 我的母亲操劳一声 最终去世了你才出现 现在这些都没意义了 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一直这么固执 说不定都没办法 看着孩子平安长大 援助理工会长男主的设定 是没有家人的故事 如果不改变援助 安迪 内来塔应该没法看着孩子长大 不久便会离开人世 尽管如此 要让安迪理解这里是梳理的世界 应该很困难 但戴希还是没有放弃 继续劝道 没有父母 独自长大 你要让自己的孩子也这样长大吗 这是你想要的吗 我知道你有多讨厌父亲 可现在什么才是重要的呢 你的母亲在临走的瞬间 应该都只是希望你能信我 因为我妈妈也是这样的 安迪一呆 想到了母亲在弥留之际对她的话语 安迪 谢谢你能来到如此不足的 我这个母亲身边 你出生的瞬间 我就相信了上天 更希望你能够幸福 我本想一直守着你的 求你原谅我这个丢下了孩子 先走一步的母亲 此刻伯爵 公爵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对不起 女儿 这一切都是 都是我的错 无无名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戴希看着眼前令人心酸的阴影 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不禁红了眼眶 转过头去偷偷地擦拭着眼泪 公爵拉住她的手 替她擦了脸颊上的泪痕 将她揽进了怀里 戴希再也控制不不住自己的情感 抱着公爵痛哭起来 第二天 戴希看着手中厚厚的一打资料 很是迷茫 公爵喝了口茶介绍道 这是骑士养成学校入学通知 有了这个的话 公会会长应该也会回心转意吧 你觉得呢 这个是为了 男主那个孩子吗 公爵扑刺一笑 难不成还是为了伯爵吗 话是这么说 可是要把未来会成为坏人的男主送到骑士团 虽然看上去距离和解还是有很长的距离 不过孩子和母亲两个人现在都好好地待在伯爵府 公会也解散了 伯爵好像打算把两个人都正式入籍家族之后 将外孙子送到学院去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不太能适应全部都是贵族小孩的学院 所以才准备了这个 是有这个可能 骑士养成学校会不一样吗 全员宿舍制度 说是会学习听从管教和命令的地方 毕竟是拿贱的地方 以军律严格而出名 不过也比任何地方都重视凝聚力 前后辈之间的感情也很深厚 听说他很像伯爵 也有点才能 趁着这个机会走上骑士这条路也不错吧 但西赞同道 这么一听感觉这样才是对孩子最好的选择 而且如果按照这个计划进行 那他就不会跟例子有任何前程 可是工会会长 我是说安迪应该不会重新回到工会了吧 伯爵不会做事不管的 好不容易才找回来的女儿 他一定会帮她回归正道 让她幸福的 而且我也没想就此收手 那对母子进了伯爵家 就能更容易掌握他们的行踪了 戴西看着浑身散发自信光芒的公爵 不禁红了脸 那个 公爵 戴安 叫我戴安 公爵红着脸强行解释道 上次在酒馆里 你总是叫我公爵 以后如果我们还要一起出去做什么事情的话 你需要练习一下 戴西有些担忧 可这里是身份之社会 他是皇帝一人之下的公爵啊 我这种平民可以随便叫他的名字吗 这时一阵风而吹过 将他的头发吹到了唇边 也让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正在他想要叫出公爵名字的时候 公爵看到他唇边的头发微微一笑 伸手戳了一下 戴西脸红的都要冒烟了 他肯定是想来嘲笑 我是不是因为没东西吃才吃头发了 这个 是因为突然刮风 话还没说完 就被公爵的动作打断了 只见公爵伸手俯开了他的头发 温柔地说道 他总会时不时地盯着戴西的嘴唇 到底是为什么 但凡不是疯了的话 不可能会这样 这辈子活到现在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 可我没想到他笑起来的样子是那么好看 就像春天里绽放的花 好看 是我刚刚说的 不是 想的吗 想不明白的公爵叫来了下敌 最近我要处理的事情算多吗 说实话 其实最近您的公务反而减少了许多 最近您不是在忙其他事情吗 公爵听到下敌有所指的话一阵心虚 连忙转移话题道 非爱洛塔在哪 他说今天是算戏来到这里的第三十天 想送他份礼物 现在正在画画 三十天已经过去了呀 要送礼物 而另一边 小非爱竟然拒绝了跟戴希一起去集市的邀请 戴希一脸的不解 但也没多想 毕竟能独处的时光也还不错的样子 哎呀 这金钱的味道真的是从我兜里散发出来的吗 果然发工资的日子就是要花钱啊 就是要疯狂消费 想着就兴奋地走进了上次的商店 那 什么 我想买个礼物 买礼物吗 您打算送给准了 小孩子 还有年轻男子的礼物 刚好我们准备了小小姐可能会喜欢的商品了 这个怎么样 这是工匠一针一针亲手做的发带 耳朵的部分填充了柔软的棉花 所以戴着也会很舒服 这完全就是为粒子量申定做的 我要这个 真是不得不买呀 居然这么完美地掌握了喜好 经理笑着道 其实这个只来了一个 是我故意留出来的 要再看看其他的吗 拿给我看看吧 接着戴希又买个几个礼品 该买的都买了 还剩下 经理迅速地反应了过来 确实是很难给那位旋里乌门 接着翻出了一支钢笔 这个怎么样 这是从德尔苏大陆直接进的东西 青金时能有这么好的透明度是很难得的 同样的产品 这个也是最高级的了 戴希看着钢笔上的宝石 和戴安瞳孔的颜色好像 虽然价格有点高 但是这绝对是物有所值 就买它了 走出商店的戴希满手都是东西 呃呀 怎么买了这么多 接着戴希便去了他曾经打工的餐厅 进门就开心地打着招呼 大婶 天哪 这是谁啊 这不是戴希吗 好久不见了 大婶 现在还没到忙的时候吧 再怎么忙也肯定有戴希的位置 不过 听说你去了公爵家呀 怪不得怎么看你这么光彩照人的 正好我有事想问你呢 说着变满脸八卦的瞪向戴希 戴希你没听说点什么呢 就是让公爵陷入爱情的那个人呢 嗯 爱情 戴希一脸猛逼 这是在说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啊 前不久骑士团把一个非法工会一窝端了的事情 你也听说了吧 但是吧 听说是因为公爵心爱的女人被抓走了 她是去救人的呀 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听说长得特别美 那天去现场的人都这么说 虽然盖着斗篷 但还是感觉特别漂亮 还有人说那应该是帝国第一美女呢 不过对方是亨斯顿公爵的话 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听了大婶不着边计划戴希一阵猛课 以额传额也得有个限度吧 那个场合跟公爵在一起的只有我呀 大婶没有注意到戴希古怪的表情 还是兴奋地说着 最近人们聚在一起都在说这件事呢 你真没听说什么 前天传出了新消息吗 这是旁边桌子上的男人转过身来 一脸得意地说道 这个嘛 我是听我邻居家的表弟的爱人说的 公爵的爱人其实是远方国家的王女呢 戴希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戴希猛地站起 呃呀呀 已经这个点了 该陪小姐玩了呀 大婶 我先走了 啊哈哈 我过阵子再来再见 夏迪来给公爵送信 进门却发现小飞爱也在这里 愁眉苦脸的真在画画 无名 我也想跟戴希一起出去玩的 我怎么这么忙啊 夏迪走了过去笑道 您要是提前画出来就好了吧 这样你就能跟戴希一起去及时转转呀 这不是简简单单就能画好的 有时候一天都画不出一张的 夏迪你连这都不知道吗 好好 我知道了 创作的痛苦啊 就是这么折磨人 而且 戴希也需要休息啊 天哪 小姐你居然会说这种话 真是太令人惊讶了 小飞爱可爱的哼了一下 我要集中精力了 你去做事吧 好 我知道了 被小飞爱可爱到的夏迪去公爵谈论证事了 一会之后 小飞爱终于画好了画 爸爸 你看这个 看 第一张是我和南瓜 第二张是吃西兰花的羊 他不吃南瓜 只吃西兰花 怎么只给羊吃西兰花呀 可是他也会问啊 下一张有戴希和爸爸 怎么样 厉害吧 我画的好吧 你画的越来越好了呀 每张都能看出来 虽然画技还不是很成熟 但很努力 戴希会喜欢这份礼物吗 当然啊 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公爵摸了摸小飞爱的头 小家伙就这么喜欢戴希吗 小飞爱猛的从公爵身上跳下 戴希来了 公爵无奈地感叹 这耳朵简直比狗狗还灵啊 戴希 好玩吗 你在外面做什么了 戴希抱着小飞爱走到了公爵面前 公爵对着戴希道 明天一起去岛上吧 去岛上 而且还是明天 早上 戴希看着满满一床的东西一阵发愁 怎么办了 小飞爱敲了敲门 戴希在做什么 我在收拾行李 还有很多药装的东西 但是位置不够了 小飞爱翻翻了里面的东西 疑惑地问这些不都是我的吗 我怕过去之后 如果没有这些会很不方便 不如都戴着 就算用不上也可以再戴回来 好不容易去旅行一次 还是准备充分一点比较好吧 小飞爱激动地道 啊这样啊 而后又勉强地说道 不 不用管我 戴希 我不去了 戴希猛的一惊 你在说什么呀 你不去的话那谁去啊 这次只有 你跟爸爸两个人 不是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只有我和公爵两个人 可是如果你不去 那我也不能去了呀 听了戴希的话 小飞爱猛的一带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去啊 当然不能去了 大人本来就不会两个人单独去旅行的 是这样吗 小飞爱苦恼地揉了揉头 戴希叹了口气 我很想去岛上呢 小飞爱看着戴希那不开心的样子 握住了他的手 我知道了 戴希 我也去 真的吗 太好了 飞爱落塔 我们去好好玩吧 那最后还有一个必须带的东西 想着就看向了还没有送出去的礼物 一艘巨大的帆船在海上行驶 小飞爱兴奋地指着天上让戴希看 挖开那里 戴希 是鸟 鸟啊 那叫海鸥 飞爱落塔 还有栏杆这里很危险的 海鸥 对 我知道 海鸥 他们吃什么呀 海鸥是吃鱼的 我想给他们吃鱼我家里有很多 晚餐的时候常常会吃呢 戴希看着小飞爱疑惑地想着 这家伙 明明这么开心的 之前为什么说不来了呢 这是一阵呕吐声从后面传来 戴希回头看去 只见夏敌已经吐得不成人形了 戴希看着夏敌那憔悴的模样 担忧地问你还好吗 夏敌坚强地说道 没事 下船之后就不会这样 哦 所以我才说让你待在家里啊 飞得跟过来 我好伤心啊 公爵大人 我当然也要一起来啊 这时小飞爱慰自己的同志 打起了气 夏敌 加油 说着还摸了摸夏敌的头 戴希看着眼前这一幕 被逗得开心极了 莫名感觉他们俩还挺合拍的 这时仆人上来禀报 公爵大人 马上就到了 看到码头了 准备下船吧 戴希看到了陆地疑惑地想着 只是听说很近 居然这么快就到了 欢迎您的到来 公爵大人 岛上也有常住的仆人吗 这样才能随时来这里啊 公爵的财力到底多庞大呀 这是一个仆人看到戴希要下船 上前殷勤道 马头和船之间缝隙很大 您抓着我吧 一个仆人看到戴希要下船 上前殷勤道 马头和船之间缝隙很大 您抓着我吧 就在戴希猛猛地要伸出手时 公爵迅速地先一步搭在了戴希手上 注意点脚下 同时还不爽地偷瞄了仆人一眼 戴希红着脸跟着公爵下了船 到了别院稍微休息了一会后 小飞爱哒哒哒哒地来找戴希去海边玩 迫不及待地她拽着戴希就要走 戴希看着小飞爱可爱的样子 喜欢得不得了 知道了 那我们先去换衣服吧 换了一身衣服的戴希和小飞爱来到了海边 眼前的风景简直是美不胜收 进来的时候都不知道 原来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 小飞爱发拉一下就跳进了海里 回头喊道 戴希你也赶紧过来呀 今天的飞爱落塔不是例子 就好像是谁不小心掉在谁里的小西红石 小飞爱继续招呼着公爵一起玩 可公爵却坐在椅子上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莫名感觉今天气氛怪怪的 爸爸想先休息一下吧 戴希刚一转头 就被一个海星呼在了脸上 吓得戴希惊叫连连 嘻嘻看戴希啊 小飞爱开心地向戴希身上泼水 别这样 飞爱落塔 这时公爵拿了毛巾披在了戴希身上 开玩笑也要适当点 飞爱落塔 你吓到她了 吓底看看公爵这么招呼戴希 露出了了然的表情 走到了小飞爱身边 低头在她耳边一阵低谷 公爵和戴希二人只能隐约地听到目标 错了之类的词 什么意思啊 二人一头雾水 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 只见二人谈妥之后 一起看向了戴希和公爵 露出了胸有成竹的表情 只见下敌用叶子捧起水向着戴希走去 公爵上前制止 结果被下敌泼了一身 小飞爱看到这一幕兴奋得不得了 就在公爵要发火时 戴希在一旁弱弱地问道 你还好吗 先用这个擦一下吧 只见公爵脱下了上衣 露出了一身结实的肌肉 平时穿着衣服根本看不出来 原来公爵的身材这么好啊 赤裸上身的公爵突然把手伸向戴希 吓了她一跳 戴希 毛巾 小飞爱兴奋地和下敌对视了一眼 计划成功 就在下敌和小飞爱手舞足蹈的庆祝时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下敌 剪心一个月 原本还在兴奋的下敌 犹如被泼了一盆冷水 瞬间没了精神 而小飞爱还在拍着下敌的头 太棒了 下敌 可是剪心是什么呀 是能让人开心到流泪的事情吗 酒足饭饱的戴希和小飞爱拍了拍鼓鼓的肚子 真的好撑 这也太好吃了 对吧 是啊 特别是海鲜 这时戴希向着海边的方向望去 只见太阳即将落山 金黄的天空和蔚蓝的海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多久没有像这样欣赏过晚霞了呀 好漂亮 本来还在苦恼什么时候送出去 要不就自然一点 现在送吧 想着就轻轻地戳了戳小飞爱 戴希 怎么了 这个送给你 感觉你会喜欢 小飞爱惊喜地接过礼物 这什么呀给我的吗 给你的礼物 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就是作为我第一次收到薪水的记忆 生日都过完了还能收到礼物 我好开心 戴希 我特意敲敲给她的 戴希回头看到公爵和夏敌都在盯着她 她一阵懒然 连忙拿出夏敌的礼物递了过去 这个 是送给夏敌的 夏敌也是一阵激动 不是 没想到我也有礼物 我可以现在打开吗 小飞爱和夏敌开心地拆着礼物 哇呀呀 戴希 南瓜 一个 两个 有五个南瓜 小飞一迫不及待地戴在了头上 我好喜欢 戴希 好看吗 真的真的很谢谢你 戴希 夏敌也对戴希的礼物很满意 谢谢 我真的很喜欢 而且我刚好平时找东西都会花很长时间 这时戴希感觉一个阴瑟瑟的目光在盯着她 她偷偷瞄向公爵的方向 只见公爵喝着咖啡 而目光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她 戴希拿着公爵的礼物 心中却在天人交战 就像给栗子和夏敌礼物的时候那样 自然点 只要递过去就行了的 可是 我却无法鼓起勇气 如果控制不住表情的话怎么办 她会喜欢吗 她打开之后会不会失望啊 这时小飞爱注意到了戴希的缅咪之情 立刻向着夏敌说道 太阳落山了 可夏敌没明白小飞爱是什么意思 小飞爱有拉长音又说了一遍 还向她眨了眨眼睛 夏敌立刻会议 拉着小飞爱就向外面走去 戴希疑惑地问到你们去哪儿 太阳落山了 我们要去散步 戴希别跟着我们呢 公爵提议到那我们一起 结果话都没说完就被小飞爱打断了 不要 爸爸也不能跟过来 嗯 刚才我们两个约好了 太阳落山的话要两个人一起去散步 没错没错就我们俩 先走一步了 戴希想着晚上去散什么步啊 马上就黑天了 会很危险 正要起身去追 可注意到公爵还在死死地盯着她 如果眼睛会说话的话 她应该再说 所以我的礼物呢 戴希甘尬地道 哈哈 她俩真的 走了 早知道刚才大家都在的时候给她就好了 现在只剩两个人的时候给她 就好像是有什么特殊寒一样啊 好吧 不看她 就直接给出去 终于做好心理准备的戴希刚要拿出礼物 结果公爵不小心呛到咳嗽了两声 使得做好准备的她功亏一亏 又错过了机会 二人就这样静静地坐着 戴希很是尴尬 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要安静 天慢慢变黑了 戴希想着今天礼物不知还能不能给出去 公爵突然握住了戴希的手 轻声道 戴希 戴希脸色微红 戴戴安 怎么了 公爵示意她回头看去 只见天黑之后 森林里满是星光点点很是美丽 二人缓缓地走了过去 原来这些跳动的星光都是萤火虫 第一次看见萤火虫的戴希很是兴奋 不住地摇晃着公爵的胳膊 看那边啊 公爵 落到那边去了 公爵见戴希如此开心也很是高兴 你能喜欢 真是太好了 戴希看向公爵 心跳不自觉地快了起来 今天对我来说就好像一份礼物 我有过像现在这样满心都是感动的瞬间吗 现在这瞬间 这份回忆 我不想忘记 公爵大人 我今天真的很开心 真的很谢谢你带我一起来这 说着就掏出了一直没有送出去的礼物递给公爵 公爵疑惑地看着手中的小盒子 这是 戴希慌张地解释道 这只是个小礼物 可能你已经有这种东西了 不是 你肯定是有的 所以可能你也不需要这个 我还以为礼物没我的份呢 公爵说着就拆开了礼物盒 拿出了盒子内的钢笔 因为这跟你眼睛的颜色很像 我觉得会很适合你 戴希紧张地看着沉默的公爵 他怎么一句话都没有啊 果然觉得不怎么样吗 不料公爵却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谢谢 我很喜欢 我会好好珍藏的 戴希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你能喜欢真是太好了 下 下次会送你更好的 二人的目光不自觉地交织在一起 反应过来的戴希害羞地扭过了头 偶尔还是觉得他的视线过于火热了 戴希看着眼前的美景对公爵道 所有萤火虫都在发光 真的好亮好闪啊 真的很漂亮对吧 可公爵的目光却是在戴希身上 是啊 很漂亮 说完就迅速地转向了前方 二人都羞红着脸站着 气氛慢慢地暧昧起来 戴希感觉自己有一种心痒痒的感觉 可突然猛地发现这个感觉是从嘴唇上传来 原来是一只萤火虫落在了他的脸上 二人突然惊恐地发现他们被萤火虫包围了 好多萤火虫都在嗡嗡嗡地围着戴希转圈 公爵悍然地道 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虫子飞到这里 而且这里还是海边呢 二人连忙一边挥赶着虫子 一边向着房子跑去 第二天 已经收拾好行李的戴希终于等来的小飞爱 可小飞爱的样子却下了戴希一大挑 只见她和夏敌都是满脸红包 肿得不成样子 你们这是怎么弄的 昨天去哪散步了呀 小飞爱挠了挠头解释道 房间里蚊子太多了 你们俩都得涂样 戴希说着就去翻自己的行李 可怎么找都没有找到 而夏敌则是趁着戴希不注意 把晚上抓来的萤火虫藏进了行李箱里 然后二人偷偷地积了个掌 回到公爵府后 小飞爱开心地把戴希叫到了房间内 只见她拿出了一摞纸出来 从现在开始我来一一给你介绍 第一张 这是我跟戴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戴希看着小飞爱的画十分惊喜 天啊 这是为我画的吗 只见小飞爱又拿出了一张画 第二张 这是我和南瓜 因为戴希也跟我一样喜欢南瓜 所以这是画了戴希最喜欢的两样东西 没错没错 只见小飞爱还画了他们一起去海边外 和夏敌一起去抓萤火虫 还有各种想着戴希画出来的画 戴希看着这些画感动极了 泪水忍不住地在眼眶中打转 只见小飞爱举着一副有他们四人头像的画 戴希跟我已经认识三十天了 这是我为了庆祝这件事给你的礼物 谢谢你 飞爱落榻 戴希一把搂住了小飞爱 伸手偷偷地擦拭着自己的眼泪 真的谢谢你 自那天之后 戴希有时间就会拿出例子送她的那些画 回忆他们在岛上发生的事情 这天 小飞爱突然来找戴希 邀请她一起去看书 戴希不解地想着读什么书要这么着急啊 结果一进房间就看见公爵竟然坐在小飞爱的椅子上 而小飞爱一进屋就自己拿了本书跑到一旁看了起来 戴希和公爵一脸呆滞地看着小飞爱 难道又被套路了吗 就在小飞爱一边转圈一边看书时 夏敌突然敲门走了进来 公爵 刚好您在这 有件很紧急的事情要办呢 您在这儿真是太好了 只见夏敌递上了一封皇宫寄来的信件 这就是你说的吉事 这么一看马上就要到那个日子了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小飞爱一脸期待地问道 爸爸是要去跳舞吧 这次也一定会去吧 公爵一脸无奈地倒应该要去吧 戴希在一旁很是好奇 不知他们在说什么 夏敌笑着说道 今年您也要自己出席吗 又会收到很多很多的求婚信了 求婚信 这是什么意思 听到这些 戴希的心跳不自觉地加快起来 戴希听到公爵要去参加舞会 会收到很多求婚信 心里就是一紧 这是怎么回事 夏敌摸了摸鼻子 一有所指地说道 今年要是能有人陪您一起出席就好了 我又不能穿着礼服陪您一起去啊 公爵脑补着夏敌穿礼服的样子一阵恶寒 戴希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问夏敌到底是怎么回事 夏敌解释道 皇宫里一年一度的社交庆典 是整个帝国规模最大的舞会 皇室的人没什么特殊情况都会全体出席 戴希听到这个消息很是激动 她意识到这是一个见到其他男主的绝佳机会 比如跟小飞爱同岁的二皇子 爱德华 切斯特 这个角色正是由戴希使出浑身解数创造的 有着急腰长发和翠绿色眼睛的执着男 是个脸上挂着微笑 而动动手指就能让整个家族支离破碎的暴君 夏敌继续介绍道 这个舞会也是魔塔主唯一会参加的舞会 听到这个消息戴希又是一惊 公爵也似乎想起了什么 回头让戴希出去和他谈谈 公爵和戴希在花园中走着 我记得你说过二皇子和下任魔塔主是很重要的男主角 你亲自写出的人物居然是皇子 又是暴君执着男戴希一脸尴尬强行解释道 这样反而更好 因为我对自己写出的男主 记得特别清楚 二皇子在未来会顺利坐上皇太子的位置 虽然大皇子克莱布兰托比二皇子大了整整15岁 但他对皇帝之位毫不关心 毕竟二皇子是男主角 当然要这样对吧 戴希又想到夏敌说的求婚姓的事 便紧张地问道 公爵 我很好奇一件事 那个 求婚姓 是什么意思啊 而且还是很多风 话一出口 戴希就看见公爵身上一个机灵 瞬间感觉自己不应该问这个问题 尴尬得道 毕竟跟非爱洛塔有关 所以我才比较在意的 可能以后会成为家人 公爵听到家人二字猛地看向戴希 而后又是一阵脸红 呼了一口气道 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毕竟是皇室邀请 就算觉得很麻烦也还是要出席 有很多贵族会带着要举行出道舞会的孩子一起参加 所以每年都会看到一些新面孔 这个舞会原来是汇聚了全国贵族的场合呀 这可真是群星之战啊 这之中最亮眼的星星 应该就是眼前这个男人了 特别是公爵平时是出了明帝 不怎么会参加这种社交场合 对于远道而来的贵族和小姐们来说 这是能见到公爵的唯一机会了吧 会从各地都纷纷来商量 婚事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啊 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我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呢 我怎么不自觉叹气了 赶紧换个话题吧 便问向公爵 那个 舞会上需要侍女吗 公爵不解的问什么侍女 你想说什么 因为我想见爱德华皇子一面 哈哈 皇室舞会应该也不会随便选试你吧 没什么 肯定不行吧 我先回去了 说完就赶紧跑了 晚上 准备给皇室写回信 夏迪不解的问这么早就回信吗 心里想着 以前不是得一直犹豫到最后 要我催促好多遍 然后实在不能再拖的时候才会回信吗 然后就疯狂探头看向公爵写的内容 脑袋都要伸到桌子对面了 公爵终于忍无可忍的一拍桌子 夏迪 你出去 小飞爱看到夏迪出来 哒哒哒地跑过来打听情况 很激动地问爸爸要不要去 会不会跟戴希一起去 夏迪赶紧竖起终止让他小生意 毕竟他们现在还是作战中 夏迪无奈地叹了口气 想着公爵对每件事都很慎重 但没想到对确定自己的感情更是慎重 这时小飞爱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别担心 不是还有我吗 第二天 公爵一大早就出门办事了 小飞爱埋怨夏迪没有早一些叫他 夏迪解释到公爵临走前去了小姐房间 还亲了您的额头呢 您不知道吗 因为我睡着了呀 当然不知道啊 夏迪成天只会逗我 哼 戴希连忙拍了拍小飞爱 哄大 我们飞爱落塔真乖 爸爸不在也没哭闹 真的很稳重啊 而小飞爱却一脸童真的看向戴希的 戴希也是因为我陪着你 所以才不孤单的吧 因为戴希 爸爸不在的时候会孤单啊 此言一出 屋内的众人皆震惊地看向戴希 戴希脸色迅速变得通风 怎 怎 怎么可能 公爵不在 我怎么会孤单啊 戴希最近总感觉夏迪和小飞爱怪怪的 这些腹黑的家伙 我一定会揭开你们的真面目 之后的一整天 戴希都在偷偷地盯着夏迪 只见夏迪一阵左右观察之后 敲响了小飞爱的房门 怎么这么慢 夏迪 没时间了 得快点 快进来 戴希听到小飞爱的话很是开心 就知道他们肯定在偷偷计划什么 于是悄悄地走到门前 猛地推开门 想要抓他们的线形 结果却看到他们竟然在很正经地拿图纸 原来今天罗地赞会过来玩 之前小飞爱给他写了信 他很快就回了信 小飞一直急要画画 然后在罗地赞来的时候送给他 戴希恍然大悟 他刚刚说的没时间了 是要画画呀 夏迪解释道 因为小姐说他一直没找到戴希 所以才让我过来帮他拿指 戴希瞬间懊恼不已 光顾着跟踪了 都忘记做自己的工作了 哎呀 好丢人 都怪我自己怀疑人家腹黑什么的 便主动要求帮小飞爱画画 小飞爱和夏迪满脸坏笑地对视了一眼 露出了恶魔角角和小翅膀 到了下午 罗地赞果然如鱼而来 小飞爱兴奋地冲下去和罗地赞抱在了一起 戴希看着如此亲密的二人想 是我太启人忧天了吗 就算是未来的腹黑女主 但现在毕竟只是一个小孩子 哪怕她有什么计划 应该也只是小孩子的玩笑罢了 夏迪也只是在配合飞爱落台 毕竟夏迪也真的很喜欢栗子 就这样 戴希的秘密搜查结束了 房间内 小飞爱正在画着她和罗地赞的话 戴希看着二人如此的融洽很是心锐 你们先玩 我去给你们拿点吃的过来 戴希说完便起身走了出去 罗地赞见戴希走了出去 轻声地问小飞爱 以后她就是你的妈妈了吗 小飞爱得意的倒没错 接着伸出手指算道 可能再过三十个晚上就行了 接着看向罗地赞 你也很喜欢戴希吧 罗地赞连连点头 可又羡慕得道 要是我妈妈也能这么好该多好啊 小飞爱一阵沉思 然后轻轻地拍了拍罗地赞 罗地赞抱住小飞爱 不过飞爱落塔的妈妈很好的话 我也很开心 因为飞爱落塔和我是朋友 小飞爱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罗地赞道 你要不要摸摸我的头发 为什么要摸头发 这是一事 很重要的 小飞爱见罗地赞答应之后 直接就趴在了罗地赞前面 让她赶快摸 罗地赞摸着小飞爱蓬松的头发 整个人都要融化了 第二天 小飞爱醒来就去公爵的办公室找她 一下子就扑进了公爵的怀里 我好想爸爸呀 我还招待客人了 我应该做的事情吗 我女儿怎么这么聪明 戴希追着小飞爱跑过了 气喘吁吁地走到门口 就看到公爵回来了 看到她桌子上用的 正是自己送给她的钢 就是心中意乱 原来她一直在用 公爵见戴希过来 抢先开口道辛苦了 戴希脸红地回道 没有 他们两个玩得可好了 就在这时 下敌可了两声走上前 公爵您不在府里的这段时间 皇宫传来了回信 戴希听到就是一愣 是舞会的回信吗 公爵收到了皇室的回信 小飞爱好奇地问公爵宾客 是什么意思 下敌解释到宾客 就是尊贵的客人 接着二人 就一同双眼放光地 看向戴希 戴希看着二人 一闪一闪的大眼睛 一阵发猛 公爵将顽皮的二人 赶了出去 然后将戴希叫了过来 你会跟我一起去 毕竟这个机会 绝对不能错过 戴希不安得道 你说的该不会是 皇室舞会吧 可我只是一个 毫无身份的平民啊 这件事已经解决了 你现在是 海弟子绝佳的一员 就算你出席舞会 要面对其他贵族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比起单纯的平民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 正式的身份会更好一些 这样的话 以后在一起出去的时候 也更方便一些 戴希有一些 没有缓过神爱 哎呀 如果是因为这个 可公爵却起身向他走去 再直白一点说 我想跟你一起去舞会 再次正式请求你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说着便向戴希伸出了手 戴希害羞地点了点头 握住了公爵的手 公爵微微一笑 那我们就堵住所有人的嘴巴 接下来戴希就为了舞会 各种忙碌的准备 很快就就到了舞会那天 出发前小飞爱 关心地问戴希准备得怎么样了 戴希摸了摸小飞爱的头 嗯 都准备好了 别担心 爸爸和戴希不在家的 这段时间里 你会乖乖跟夏迪在一起吧 别任性胡闹 小飞爱一扭头 很是傲娇的道 我才不会呢 前不久我刚满七岁了 不会再任性了 在跟小飞爱和夏迪告别之后 戴希和公爵一起出了门 二人都是盛装打扮 很是雍容华贵 戴希想着自己竟然能以 子爵家小姐的身份 去参加皇宫舞会 还可以亲眼见到 自己写出的男主 必然不能错过 戴希突然开口问公爵 既然你已经参加过 好多次舞会了 那你见过二皇子吗 爱德华皇子 大概见过一两次吧 他现在只是个小孩子 不会常常见到的 戴希紧张地握紧了手 舞会上能见到他吧 我真的做梦都没想到 会有这么一天 我的男主 就是未来的爱德华皇子 一直是很端庄地 把头发绑成一个辫子 而且整个人的气质 跟他翡翠色的眼睛 和褐色的头发 也是超级相配的 又善良又开朗 当然这只是 外表上给人的感觉 说完就看见公爵 一脸不爽地盯着他 想着自己是不是 说得太多了 便解释道 因 因为那毕竟是我 特别花心思写出来的人物 这时公爵想了想到 只听你说的 感觉很像是 在说克拉皇子啊 比爱德华皇子 年长十五岁的哥哥 真的吗 大皇子的眼睛 也是翡翠色的吗 而且心发也是褐色的吗 兴奋地捂住了嘴 哎呀 怎么办 我还以为要见到 完全按照我的喜好 创作出的男主 至少要再等十五年呢 居然又长得像男主的人物 好激动啊 我的理想型 公爵看着放飞 自我的戴希感受到了一丝危机 然后不爽地哼了一声 看向了窗外 很快二人就手腕着手 进了皇宫 这时公爵发现 戴希的行动僵硬 很是紧张 便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道 你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 肯定会很开心的 就在戴希感动之时 公爵大人 真是好久不见了 名员们偷偷地打量着戴希 都在想着她究竟是什么人 可以陪同公爵一同参加舞会 戴希想着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就按照学过的做法 就向着众人迎迎一拜 这位是海地家族的小姐 海地家族 这家族还是第一次听说 就在众人疑惑之时 公爵解释道 作为乌田奈的名门望族 与亨斯顿家族 从很久之前就一直有往来 乌田奈 那不是不久前戴安去过的地方吗 原来他出门是为了这件事 戴希看着他的脸 很是感动 舞会如期开始 很快就到了戴希的最后一关 跳舞时间 公爵将手伸向戴希 不想跟我一起跳支舞吗 如 如果我踩到你 也要原谅我 因为我前世也没有这样跳过舞 公爵揽过戴希的腰 那跟我跳的这支舞 是你的第一支舞吗 戴希一个没站稳 脸撞在了公爵的胸膛上 感受着公爵搂在自己腰上的手 额头上传来的呼吸 紧张的心脏跳个不停 还真的是第一次跳舞 公爵说着就带着戴希跳了起来 周围的名媛们看到公爵跳舞 都是一脸花痴 居然能看到亨斯顿公爵跳舞 天啊 也太优雅了 然而戴希却是一脚踩在了公爵的脚背上 戴希对自己说 笨蛋 别再失误了 然而戴希却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 天色渐暗 戴希终于从尴尬的舞池里逃了出来 感觉现在终于活过来了 太好了太好了 不过想着丢下被名媛们包围的公爵 自己一个人出来跑出来 莫名感觉有点对不起他 不过他应该已经练出来了吧 没事的吧 可戴希却突然听到了一阵哭声传来 就看到一旁有一个小孩蹲在地上哭泣 那个小朋友 你跟妈妈一起来的吗 你是走丢了吗 小孩听到后一个机灵 立刻回头瞪向戴希 大大胆 我只是在这休息 赶快退下 戴希看着小孩褐色的头发和绿色的眼睛 想得他不会是那个 就在戴希要询问他的时候 远处传来了呼喊声 皇子殿下 你在哪 戴希看着眼前的小孩满眼眸光 果然 这孩子就是二皇子爱德华 他真的就是我写的男主吗 拜托你 在这看到我的事一定要保密 如果你遵守约定 以后我会给你很大的赏赐 这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从戴希身后传来 爱德华 原来你在这样 你可让下人们吃了大苦头了 只见小孩高兴地喊着来人哥哥 戴希边回头边想的 他哥应该就是大皇子 戴希看着眼前的男人 竟然和他想象中的男主一模一样 绑成一个马尾的褐色长发 还有同样颜色的整齐的眉毛 戴希故作镇定的端庄地站着 而内心早已嗨到飞起 参见皇子殿下 我是戴希 海地 然而令戴希没想到的是 皇子竟然知道他 原来你就是海地啊 我很想见你来着 我也该正式跟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虽然我有个很长的名字 不过你叫我克莱就好 我不太喜欢那些复杂的礼节 我还有件事想问你 拜见过父皇之后 大家都会去舞池跳舞的 那时候你跟亨斯顿公爵会跳舞吗 亨斯顿公爵带着女伴一起出席 就已经很令人惊讶了 居然还跳舞吗 这可是大事中的大事啊 可是我却错过了这个场面 所以我先去好好拜托了皇宫的画室 如果等会儿跳舞了 一定要画下来好好保存 怎么样 你们跳吗 戴希想着他那凄惨的舞姿 如果被画成画 那不是对他的公开处刑吗 这有些困难 皇子殿下 戴安会很为难的 很抱歉违背了您的命令 大皇子听到戴希一本正经的话 哭呲一下笑了出来 你不用这样跟我说话的 真的好好笑 我对你下什么命令啊 不过我也能叫你戴希吗 戴希听着大皇子的唠叨一阵迷糊 生怕一会自己控制不住做错事 真的很抱歉 我出来得太久了 现在该回去了 那我最后再问你件事 其实我对亨斯顿公爵很好奇 还没等他说完 戴希就打断了他 这种事您还是亲自问本人吧 只见公爵慢慢地走了过来 大皇子开心地道 太久没见到你了 都快忘记你长什么样子了呀 你每次都只去见陛下 公爵给两位皇子请安之后 便看向了戴希 我有点担心 所以出来找你了 而后又看向大皇子 那稍后我再跟您打招呼 先失礼了 皇子殿下说着就要离开 可大皇子却拦住了他们 等等 不是让我直接问本人吗 你得先回答我 再走啊 公爵和戴希一阵无奈 我听说你动员了骑士团 把庞帝普尔市所有的黑工会 都抓起来了的事情 听说公爵不仅亲自潜伏 还就出了个漂亮的女人 是真的吗 得到公爵肯定的回答后 大皇子越发感兴趣起来 公爵真是越了解 越令人惊讶呀 你去的时候应该隐藏身份了吧 那个漂亮的女人 该不会是戴希吧 戴希和公爵 看着一脸兴奋的大皇子 一阵无语 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套路啊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再跟您说 这些事不应该在这种地方 在女士面前谈论吧 而且考虑到皇室权威 您这种说话语气 是不是应该收一收啊 戴希看着两个皇子 一副小可怜的样子 都怀疑是不是自己出现幻觉了 这时仆人们都找了过来 原来是皇帝陛下找他们 大皇子转头跟他们告别 还冲戴希眨了眨眼睛 戴希看到后立刻脸红了起来 招呼戴希离开 嗯 公爵 不 不是 戴安 公爵看着紧张的戴希扑的一下笑 真是让人七上八下的呢 对不起 要是你不习惯 那我还是叫你公爵 不用 我喜欢这个 我们走吧 非爱落塔该等急了 二人回到公爵府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可是却发现小非爱竟然还没睡 戴希解释道 小姐一直在那半睡半醒 原来她一直在等我们 只见小非爱伸了个懒腰 却可真是 睡觉还是得在床上好好睡啊 二人将小非爱放回床上后 轻轻地走了出去 公爵与戴希互到晚安之后 静静地看着戴希的背影 对公爵来说 像这样令她紧张的舞会还是第一次 只因为这次的舞会里有戴希 第二天早饭的时候 公爵穿得极其正式地走了出来 惊得下敌连忙查看公爵的行程 想着是不是今天有什么安排她忘记了 戴希也是疑惑地想着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她穿得跟平时不太一样 还戴了新的袖口 只是脸色怎么看起来那么疲倦啊 什么日程都没有 谁说只有外出才能穿这样 公爵捏紧拳头 要怎么说才能自然地提出约会的提议呢 原来她昨晚整夜没睡一直在苦恼 就在公爵不知如何做时 小非爱突然提议道 一会我听完课后去花园种花吧 真是个称职的聊机 晚上 戴希想着白天公爵竟然破天荒地主动要跟她约会 互游的一阵脸红 戴希把想要去的地方整理了下来 公爵满头是汗地看着手中厚厚一打笔记 然后扑斥一笑 决定陪戴希把这些地方都去一遍 首先 公爵带着戴希去了咖啡馆 戴希亲自调制了一杯加奶油的摩卡 她品尝了一口后感觉很好喝 将手中的咖啡递给公爵 你要尝尝吗 这里我没泡 公爵伸手接过咖啡 温柔地将戴希嘴上的泡沫擦掉 公爵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嘟囔到跟非爱洛塔似的 让人操心 戴希脸红的就要说对不起 结果脚一划没站稳 身体向后倒去 公爵手及眼快地搂住了戴希 随后脸红地转过身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吧 然后自然地拉住了戴希的手 你再怎么说自己会小心 肯定还是会摔倒的 就跟非爱洛塔似的 戴希看着公爵心想 我跟女主爸爸这样真的可以吗 公爵又陪着戴希去了湖边 看着兴奋的戴希决定要帮她做任何她想做的事 结果戴希就想要去划船 戴希看着眼前因不会划船而泪的满头大汗的公爵 尴尬地问道 你真的没问题吗 要不换我来划吧 然而公爵却倔强地拒绝了 戴希尴尬地想着 这个时候就能看出小非爱的固执是随了谁 到了岸上之后 公爵坐在椅子上休息 戴希在她面前张开双臂 帮她遮挡阳光 公爵有些脸红 抓住戴希的胳膊 很是认真的看向戴希 我有件事想问你 写书的时候投入感情的那个 褐色头发和绿色眼睛是你的取向 二皇子 戴希想起了二皇子如果真的成了暴君 肯定会跟我们栗子有牵连 没什么好办法吗 这时公爵地打断了她的思绪 我的提问让你很为难吗 戴希尴尬地道 对不起我刚才想了点别的事情 你刚才说什么 结果就看到公爵脸色比刚才更差了 我问你除了那个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取向 戴希歪了歪头 她是在问我作为作家的取向吗 我都已经跟她说过了 没什么好再回答得了 严格来讲未来的暴君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角色 异性的话其实我更喜欢温柔的暖男 好吧 非要说的话我眼前这位 想到这的戴希 脸上有些火辣辣的感觉 公爵府内 夏迪正在为公爵发愁 拜托她可千万别搞些乌龙失误才行啊 千万不能没眼色地说些无聊的话题啊 哎呀 夏迪 别转了 我都晕了 小飞爱正在喝罗蒂制衣服 说着给夏迪递了一杯牛奶 给 别这样了 喝吧 听说这是烦恼的时候喝的东西 罗蒂好奇地问有什么烦恼 就是啊 今天我爸爸跟戴希出去玩了 所以夏迪才这样的 罗蒂一副了然地道 这样啊 那现在非爱落塔有妈妈 夏迪喝了一半的牛奶当场就喷了出来 小飞爱认真的道 这个嘛 虽然现在还不是 但应该很快就会是了 夏迪满头汗地看向小飞爱 别担心 夏迪 罗蒂也是我们的团子 因为罗蒂暂是我最好的朋友 罗蒂又好奇地问夏迪 可是你为什么要叹气担心呢 这不是好事吗 那个 我在担心公爵有没有好好表现 罗蒂满眼貌心情地问 为什么要表现好 我只要跟非爱落塔在一起 就会很开心了 因为夏迪不懂 无论做什么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会很开心 夏迪吃了满嘴狗粮 表示穴道了 罗蒂问小飞爱你过两天去庆典吗 把纸做成一闪一闪的东西 然后飞上天的那个 那个可是我去过太多次 现在觉得都没意思了 夏迪听到庆典突然来了兴致 等着看吧 可不是这样的时候吗 逛了一天的二人回到了公爵府 戴希元气满满地抱住了小飞爱 而公爵却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 艰难地走了进来 夏迪对着戴希道 庞帝普尔一年一度会在室内举行庆典 是能飞上天的风灯绝景庆典 戴希满脸期待地道 我听说过那个庆典 而且特别想去一次 公爵竖起耳朵听到戴希想去 立刻上前道 那我们一起去吧 戴希兴奋地拉着小飞爱转去了圈圈 哎呀 我好激动啊 飞爱落塔 夏迪对自己的计划很是满意 接下来就是要做好准备了 夏迪为了风灯庆典提前去勘察地形 一是坐在海边中央 能欣赏到飞上空中的风灯 二是坐在海岸边 能看到漫天星光落到悬崖后的绝美景致 如果两个地方都安排 那四个人就得分开坐 不 等一下 也没必要四个人坐在一起吧 反而如果只有他们二位单独坐在一起 就是这样 两个地方都得好好装饰一番 让公爵和戴希坐在海边中央就好了 想着不由地捂着嘴笑了起来 果然我就是这么有才 很快到了看风灯的时候 到了地方戴希和小飞爱就开心地先跑 后下车的公爵问是指位置在哪 被告知了夏迪交代了在岔路口间 公爵走到岔路口后 看到在海边中央和海岸边都各自准备了两个座位 顿时偷笑起来 本想装作不知道的 可这怎么装得下去啊 居然准备了海岸边的座位 很好 不用等了 直接去吧 公爵看着海岸边那浪漫的座位 想着坐在这里简直跟公开宣言一样了 就在天色变暗 庆典要开始了时 夏迪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您怎么在这样 我一直在分岔路那里等你 您一直没出现 我等了好久啊 公爵尴尬地道 不是这里吗 不是 是海边中央的位置 说着就抓住公爵的胳膊要带他走 您赶紧跟我一起 结果起身就看到海边已经是人山人海 然后在人们的惊讶声中 无数风灯就飞了起来 公爵和夏迪实话当场 夏迪的计划彻底泡汤了 二人无奈地坐回了座位 两个大男人坐在浪漫的座位上 都是一阵别扭 这时有游客看到别致的座位 走过去看看是谁这么浪漫 结果就看到了两个绅士坐在那里 不禁发出阵阵惊呼 露出了会议的笑容 赶紧离开给他们让地方 夏迪尴尬地道 要不要把帘子放下来 公爵无奈地道 那样不是会更奇怪吗 夏迪 下次 你直接告诉我吧 与此同时 小飞爱和戴希兴奋地看着风灯 好漂亮啊 对吧戴希 嗯 没错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的 小飞爱把摘来的野花做成花束 放在了戴希身上 在风灯地照耀下异常的美丽 戴希突然想起了还有两个人 问到夏迪和爸爸不来吗 没关系 夏迪跟爸爸已经跟我一起看过很多次了 可戴希是第一次看的 戴希第一次是跟我一起看的 真是太好了 对吧 没错 戴希高兴地抱住了小飞爱 第二天 戴希和公爵都收到了同样的信件 戴希一看 竟然是大皇子游过来的 戴希和公爵看着信件 屋内顿时一片安静 夏迪好奇地问到底是什么事啊 要开派对 骑马派对 戴希很是心动 想着 派对我很喜欢 我也很想骑马 居然两个都有了 不仅仅是期待 我甚至有些心动 便开口道好想去啊 没想到公爵却和他同时说到应该很无聊 公爵听到戴希想去顿时一阵慌张 立刻改口道一起去吧 仔细想想我也好久没有在这种场合路过脸了 去看看应该也不错 夏迪看出了公爵的尴尬 立刻转移话题道 可是戴希你会骑马吗 戴希尴尬地挠了挠脸 那个骑是我 我先教你骑马吧 公爵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很快到了骑马派对的日子 戴希看着清澈的海滩 精美的甜品 想着 我居然能参加皇子在皇家院落举行的派对 穿越的太直了吧 到了现场 公爵绅士地扶着戴希下了马 大皇子上前迎接 谢谢你们两个今天都能来 二人上前见礼 参见皇子殿下 都说了 不用守这些礼节了 不会这么快就都忘了吧 看到大皇子对戴希这么热情 还对戴希眨眼 公爵皱了皱眉很是吃味 上前拦在了他俩之间生硬的道 谢谢您今天邀请我们过来 没想到大皇子根本没有在意 我才要谢谢你们能过来呢 亨斯顿公爵要来参加派对的消息 不知道从哪传出去 这次过来的客人特别多呢 我特别期待这次的派对 到底会有多有趣呢 对吧 戴希 戴希尴尴尬点头 是是是 落座后 大皇子跟戴希说道 爱德华还记得戴希的名字呢 气冲冲地说你叫他小孩 戴希想起了那个小孩 毕竟他真的很记仇 那个 真的很抱歉 是我失言了 没事 也是因为这件事 他好像觉得戴希很亲切呢 所以 下次爱德华在的时候 你要过来玩吗 他话是那么说 但如果戴希能来他会很开心的 因为他一直很无聊 很孤单啊 我以个人名义邀请 可话还没说完就被公爵打断了 克莱 布兰托皇子殿下 我在巴尼斯新盖的府邸马上就要完工了 可以的话 我想邀请皇子殿下 您一下如何 如果您能跟二皇子殿下一起过来 就更好了 毕竟只待在皇宫里 肯定会很无聊的 戴希暗暗思考 巴尼斯 那里离皇宫和公爵府都很远了 为什么非要在那 他是想让爱德华皇子离栗子远一点吗 戴安果然是滴水不漏 大皇子不宜有他 立刻答应下来 又不是别人 是亨斯顿公爵的邀请 当然要去啊 戴希继续想到 如果能再见到二皇子 肯定能找到能以防万一的线索 接着看向场中众人 全都是年龄相仿的俊男靓女啊 原来戴希是负责教育公爵小姐呀 不用看都知道您是个多么优秀的老师 也是 绝大多数的生活礼仪 还是一起生活的过程中 去教导会更好一些了 是是是 戴希嘴里答应着 心里实则尴尬地想着 我只教了例子 怎么用指责南瓜 就在众人相谈甚欢的时候 戴希的肚子发出了轻微的咕噜声 嗯 是笑太多了吗 为什么大家都不碰那些茶点啊 只有我一个人肚子饿吗 我又不能先伸手 大家都在看啊 这时公爵注意到了戴希的囧状 伸手给戴希加了几块糕点 众人都看向他们二人 戴希尴尬地不敢动 就在这时大皇子打破了尴尬 正好我也觉得可能总想说话 嘴巴一直挺痒的呢 这是皇宫的糕点 是凌晨就开始烤出来的蛋糕和饼干呢 大家怎么光看点啊 大皇子一说话 立刻有人阴诚道 天哪 那今天是不是也有机会尝尝那个很有名的柠檬派 当然了那可是最先烤出来的 那我得赶紧尝尝了 戴希终于如愿以偿地吃到了糕点 吃完后 众人便在海滩上开始了今天的主题 在草原上骑马虽然也很开心 不过在海边骑马也好棒啊 我看我应该是有点骑马的天赋吧 公爵关心道 浪很大 小心点 也不看是谁教我的 一点都不难了 突然一匹马冲了过来 将戴希的白马挤到了一边 一个年轻的小姐上前跟公爵打招呼 这好像还是第一次在舞会之外的场合见您了 结果公爵一脸的冷漠 马之间的距离太近会有危险 您能离我远点吗 那我先走了 贵猪小姐看到公爵的阴森的表情下的一击灵 好厉害呀 没事吧 她牵制你的表现也太明显了吧 戴希用微笑掩饰尴尬 只要参加舞会就会收到无数求婚信的男人身边的位置 这是理所当然的吧 你好像确实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了 就在戴希一祸时 一个浪打来 马儿受惊站起 戴希没有抓住扑通一下掉进了海里 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的戴希很是狼狈 刚才的贵族小姐立刻幸灾乐祸起来 就在戴希不知如何是好时 哎呀 这可真是 大皇子故意的掉进海里 哇真是太凉快太舒服了呀 你也这么觉得吧 众人一片惊慌 皇子殿下 就在戴希想着赶紧趁现在起来时 公爵拿了一个毛巾披在了他的身上 还好吗 没受伤吧 稍微忍一下 我已经叫人拿衣服过来了 公爵不顾戴希浑身是水 将他抱了起来 同时看向大皇子 你没事吧 大皇子看向公爵微微一醒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公爵抱着戴希向屋子走去 而大皇子则是在远处看着二人 聚会结束 公爵和戴希跟大冤种告别 结果大冤种一脸的可怜 这就要走了 是 今天真的特别感谢你 客气什么 我才要感谢你呢 戴希很是不解 我今天做的事只有冲浪吧 大皇子笑得异常开心 因为你愿意过来 就在这时 公爵咳了两声 僵硬的道 谢谢您今天的邀请 我们先走了 咳走了两步之后 戴希又回头叫住了大皇子 您留步 刚刚说实话 都是多亏有皇子殿下相救 真的很抱歉 还有 谢谢你 多亏有我 我没听懂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故意跌进水里的吗 大皇子疯狂摆手 故意 不是啊 怎么可能 都看到了 客来皇子 真是不会说谎啊 大皇子害羞地挠了挠头 哈哈 是歧视精神啊 歧视精神 戴希和公爵回到了公爵府 还没进屋就听到了 小非爱的悲惨叫声 非爱落塔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只见小非爱脸上满是眼泪 哭喊着掉了 掉了 戴希担心地过去给她擦眼泪 你睡着的时候掉到地上了吗 小非爱拿出了戴希送她的头饰 这个 掉了 戴希和公爵终于放下心来叹了口气 我昨天带着这个睡觉的 起来这样了 所以爸爸平时不是跟你说了吗 越是珍贵的东西 就越要小心保护呀 小非爱抱头大哭 是我没听话 我错了 没关系 我会帮你修好的 小非爱听到戴希的话又机灵 看向戴希 是真的吗 嗯 去店里找人修就行了 明屋 戴希最棒了 戴希到了商店 我想修一下这个发夹 修这个大概需要三四天 我会修得很结实 不会让它再掉下来的 修好之后我会派人联系您的 您不必担心 好 那就拜托了 出去后 戴希想着 那么珍爱的发夹坏掉了 要是栗子知道得等好几天才能修好的话 应该会更不开心吧 要不要买点南瓜饼干 红红我们栗子开心啊 还是买点南瓜型的橙子软袍 就在她想得入神的时候 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肩上 吓得她差点跳了起来 吓到你了吗 哎呀 真是抱歉 在这种地方遇到你 感觉很新鲜很开心啊 对了 你身体还好吗 我还担心你会不会感冒呢 戴希看着眼前喋喋不休的男人一阵发猛 我现在是认错人了吗 应该待在皇宫里的男人怎么会在这 反应过来的她正要行李 立刻被大皇子阻止了 要是被认识我的贵族听见了 可就不得了了 看着戴希那一脸震惊的表情 大皇子开心笑道 拜托了 你这表情好像见鬼似的 我做梦都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哈哈 这一点我也一样 不过你这是要去哪吗 我是出来办点事情 现在要回去了 这么快 你还有其他事吗 倒也没有 只见大皇子眼中闪过一道光 那我们能这样遇到也是缘分 一起吃午饭吧 大皇子竟然当街邀请戴希一起吃午饭 戴希尴尬地问道该不会是要我跟您回宫吧 大皇子脸红地摆了白手 戴希 你说什么呢 好不容易逃出来 你让我回去 逃出来 这对兄弟的特长都是逃跑吗 别担心 就算被发现我会说我只是偶然遇到你 戴希急到 本来就是偶然遇到的呀 说完就是一阵犹豫 大皇子难过得到 我要自己吃午饭了吗 接着可怜兮兮地看向戴希 跟我一起去吧 就一次 戴希看他那可怜的样子勉强地答应 大皇子立刻兴奋要带他去个特别好吃的地方 很快就到了大皇子说的地方 只见他向前一指 看那里 戴希你没来过吧 戴希看着那眼熟的地方一阵皱眉 涉诺西餐厅 这里不是我之前打工的地方吗 要是碰到认识的人就糟了 万一被在涉诺工作的员工看到我的话 身份被揭穿就是早晚的事 戴希拉着大皇子向外走 除 除了这里还有家很好吃的地方 我带您过去 二人到了一高级茶室 我没想到戴希你会喜欢这种地方吗 其实我以为贵族小姐们不太会来这条街逛 也没几家高级茶室 戴希尴尬地到我的兴趣就是探访美食店 美食店你说的是食物好吃的饭店对吧 哈哈 对 没错 不过这是我没跟别人说起过的秘密兴趣 大皇子微笑道 跟我一样 我也喜欢美食店 其实味道这种东西 不只是食物本身 感受气氛也是很重要的呀 但是我家里的气氛一直都是一样的 根本没有这种感觉 说着就拿起菜单 赶紧尝尝吧 今天的推荐菜里有牛肉料理 这个怎么样 戴希心道 她没有从前菜开始看 而是先从后面的推荐菜开始看 可能真的常常来这种餐厅吧 随后问道 嗯 您是想吃牛肉吗 倒也没有 这不是主厨强力推荐的今日菜单吗 果然菜鸟就是菜鸟 这样的话 嗯 我觉得点这道菜并不是很合适 虽然不是所有店都这样 但有些地方是为了快点清理库存 才推荐那些菜 所以反而这道菜的用料可能质量不太好 大皇子好奇地问 戴希怎么连这种事都知道啊 我在餐厅打工 戴希话刚出口就觉得不对 立刻拿起菜单道 这里的猪肉料理做得很好 没有腥味 肉质细腻 真的非常棒 您要尝尝吗 大皇子笑得异常开心 有什么理由拒绝吗 一份份精美的食物端了上来 大皇子吃过之后很是开心 这里也太好吃了吧 戴希好奇地问道 那你每次出来的时候 都会用来这个假名吗 大皇子左顾右盼一番 然后靠近戴希低声道 我不是教克莱布兰托吗 就是我名字里的字 戴希无嘴笑了起来 可是却发现大皇子正在直愣愣地看着他 他怎么突然这种表情 大皇子严肃地道 戴希 我有件事很好奇 不过是很私人的事情 我能问你吗 嗯 您问吧 戴希一或什么问题 你跟亨斯顿公爵是不是关系匪浅 正在喝茶的戴希一阵猛壳 你说什么 只见大皇子异常认真地看一看 你跟亨斯顿公爵是不是关系匪浅 大皇子看着戴希严肃地问道 你跟亨斯顿公爵是不是关系匪浅 因为你们总是一起参加聚会 而且我都不知道你们原来住在一起 昨天茶话会的时候我才知道的 戴希解释道 不是 其实我 因为我负责公爵小姐绝大部分的教育问题 而且 生活礼仪这种事情 一起住的话会更方便教导 大皇子问道 所以你们只是工作上的关系 工作上的 戴希一个机灵 可是不久前我们还约会来人 而且看到戴安的时候 我总是会脸红心跳 不过无论如何 我们绝对不是那种关系 大皇子看着脸红地说不出来话的戴希 叹了口气 随后笑道 抱歉 是我提了一个让你很为难的问题吧 戴希刚回到公爵府 小飞爱就听到了他进门的声音 飞快地向他跑去 戴希 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我的发家可以修吗 能修成跟以前一模一样吗 戴希摸了摸小飞爱的头 师傅说会修好的 别担心 小飞爱终于放心地松了口气 太好了 对了 戴希 你过来 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戴希一开门 就看到戴安和夏迪一脸愁容地弄着什么 您回来的今天有点晚了 居然已经这个时间了 戴希看到二人面前的小房子问道 这是什么 这是戴希不在的时候 我跟爸爸还有夏迪一起做的 现在只要装上这个巧克力的门就做好了 夏迪伸了伸腰 你都不知道小姐她哭闹了多久 因为戴希这么晚还没回家 小姐以为发家肯定修不好了 伤心了好久了 原来是他们俩为了红栗子 才做了这个 便低头跟小飞爱道歉 对不起 飞爱落塔 其实是我见了一个人 才回来的晚了 是吗 那戴希今天也很忙啊 见人 见谁 我在室内偶然碰到了克莱皇子 公爵听到克莱皇子 手中的力道没有控制好 咔嚓一声传到了众人的耳朵里 小飞爱缓缓地转过头 看到碎成两半的门 爸爸 那是我的门 只要装上门就完成了 接着就嚎啕大哭起来 那伤心的样子 看得戴希一阵担心 而公爵还是一副 心事重重的样子 晚上 夏敌偷偷瞄着公爵想着 跟在公爵身边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看到他 因为暗恋而如此伤神的样子 便开口道 大皇子确实是厉害啊 他的兴趣居然是从皇宫里偷跑出来 在大街上看热闹 只见公爵压抑得道 是啊 是挺厉害 毫无顾忌地装扮成平民 穿梭于市井之中的想法 格外的 有趣 夏敌貌似没看到公爵那难看的表情 戴希肯定也会为他的那份亲和力感叹 比起什么话都不说 又面无表情呆呆站着的人 相处起来肯定自在多了吧 看到公爵握着笔的手不自觉地用力起来 夏敌决定在家拔火 他们好像一起聊了很多呢 戴希说他都笑得肚子疼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戴希那么开心的样子 公爵忍受不住 冷声到夏敌 吓得夏敌一个机灵 看着公爵那阴冷的表情想着 就因为你总是把气氛搞得这么紧张 才谈不了恋爱 戴希得多辛苦 公爵倾壳一声问道 我真的很木讷吗 夏敌暗想上钩了 与其说是木讷 倒不如说是很难看透你的想法 这就是问题所在 很难看透我的想法 对 喜欢就说喜欢 幸福就说幸福 可爱就说可爱 讨厌就说讨厌 你得表现出来 对方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公爵不解地看向夏敌 这些一定要说出来才知道吗 作为在你身边服侍了这么久的人 你多年的朋友 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说 这样下去 要是戴希被克莱皇子迷住了 你要怎么办 这张是第一季最后一张 第二季由于漫画作者还没画 所以这张结束就没有了 深夜 公爵府里飞来了 风绑着红色飘带的书信 这表示有非常紧急的传信 公爵一边整理的形状 一边想着下敌刚刚的话 克莱皇子的性格活泼又直率 这是他的优点 本来他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 就很会表达 您此番去伯尼斯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别说表达了 说不定他都会跟您疏远了 第二天清晨 戴希出来送公爵 路上小心 虽然飞爱洛塔跟二皇子 在很久之后才会有关联 可您还是放心不下吧 无论如何 我都会找到强行扭转的办法 而公爵却想着下敌的话 您得表现出来 对方才能知道了 便走到戴希的身前 然后附身一把抱住了他 随后在戴希脸上轻轻一吻 戴希的脸色瞬间就红了起来 公爵抱紧戴希在他耳旁道 我会很快回来 戴希拽紧公爵的衣服 在他怀中点头 吃饭的时候脑海里也是因为 我会很想你无限循环 可下午茶的时候脑海里也是这句话 直到看到了小飞爱那炸毛的头发 便伸手上去摸顺 小飞爱笑着看向戴希 戴希你这样好像爸爸 听到这句话 戴希好不容易平顺下来的心脏 又剧烈跳了起来 不 不行好不容易才冷静下来 小飞爱好奇地问 不过爸爸现在在做什么呢 就在这时下敌突然冲了过来 戴希 有你的一封信 小飞爱好奇地问是爸爸吗 戴希接过信一看标志 竟然是大皇子寄来了 皇子殿下有什么事吗 戴希看过信件之后道 皇子殿下说他想来访这里 公务车经过这附近的时候 倒是可以顺路进来看看 下敌不满的嘟闹 为什么偏偏挑公爵不在的时候 哎呀 这可真是 时机也太会挑了 可是又不能不让皇子殿下过来 他既然是执行公务的途中顺路过来的 应该待不了很久吧 没错 他肯定特别忙 毕竟是有公事要办公事 所以为了不耽误皇子殿下办事 就短暂的请他喝一杯茶 这样招待他你觉得怎么样 戴希一阵迟疑 就一杯茶 突然一阵马蹄声传来 这么快就到了 只见大皇子身着华贵礼服走进公爵府 戴希连忙用之前学会的礼节上前见 参见大皇子殿下 您能到访 是我们的荣幸 只见大皇子一本正经的道 不知道我这样突然来访 有没有给你们添麻烦 戴希小姐 怎么会是添麻烦呢 没有 皇子殿下 语气怎么突然变了 在皇宫里他都不是这么说话的 要是我惊了小姐 还请小姐您宽宏大量原谅我 您完全是多虑了 千万别这么说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过我也只能尽力配合他 大皇子盯着戴希没有继续说话 而被盯着的戴希却不知如何是好 大皇子终于憋不住扑的一声笑了出来 你真的一点都没在意吗 你们心里没有想说 我干什么突然这样吗 应该有吧 戴希有些不爽 他在开玩笑吗 这个皇子也太 可还没等他付费完 大皇子带来的大箱子里传来东的一声 只见二皇子竟然从箱子中爬了出来 不哈累死我了 仆人们看到二皇子竟然从箱子里钻了出来 不由得一阵惊慌 我的天啊 爱德华怎么会 二皇子看到大皇子就在前方开心极了 握起小拳头就向着大皇子跑去 戴希看到二皇子很是震惊震惊 不可以 绝对不行 我们例子 而此时的小非爱正在楼上的窗户里看到二皇子 不爽地想着 他是谁啊 我来说